我渴望力量 只因我是穿越过来 灵魂不是本地人 所以我并不具备灵能 可就在今天 我发现了一本邪术 虽然这是一门血腥为昭然若揭的活迹邪术 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没有 本故事开始 这是我的故事 我本名徐福 跟某个岛屿的祖先同名 我来自地球 一次意外我的遇到了两伙罪犯的交易限制 不出意外的我被他们灭狂 然而谁能想到 我居然有机会 在另一个世界 作为新生命 重新睁开双眼 这个世界与我本来所处的世界 既有着同平行世界一样的相似之处 亦有着同故事世界一样的迥异之处 迥异之处是 这里的文明世界并非很多国家各自为政 而是统合成了一整个联盟 并且更加荒诞的是 这里真实存在着神灵与精灵 灵能者与亡灵 普通人与二人 就像是漫不经心的造物主 把现代都市与奇幻世界粗暴的柔和到了一起去 我谨慎地管住嘴巴 以免自己并非这个世界的原住民的秘密过早地暴露出去 同时贪婪地吸收着与超自然力量相关的所有信息 想必无需多言也能传达 没错 我也想要拥有超自然力量 可我由于灵魂的组成方式天生就跟他们不同 所以并不具备灵能 18年以来 尽管做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 依然一无所获 然而今天 我苦寻了18年的机遇终于来了 虽然这是一门血腥为昭然若揭的活迹仪式 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没有 仪式的过程十分简单 在任意的时间与任意的场合 用自己的鲜血 在任意的平面上 绘制如插图所示的祭祀图案 再将至少一条智慧生命的灵魂放置在祭祀图案的中心 然后用任意的语言和任意的道理 向一宇宙的神奇发体 同时的许愿 而仪式的最终效果则是 只要你献祭的灵魂在质量的数量上 与你许愿的内容相匹配 那么你的愿望就能得到实现 相对的 这定义是也存在的缺陷 当从本宇宙献祭灵魂 从而得到一宇宙的恩赐 相当于凭空增加本宇宙的物质能量 这点地备了宇宙的自然规律 献祭者将会受到可怕的天前 只有两种人能够免服待遇 一种是力量强大到任何天前也能够对抗的强者 一种则是献祭者的灵魂本身就来自一宇宙 来自于一宇宙的灵魂 这不就是我吗 我将血迹一世的书页拍了下来 又偷偷地将关键几页撕了下来 此时图书馆管理员兔娘走过来 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他可能是看我躲躲瘫痪 右眼戴着眼罩从而对我产生了同情心 他热心地帮我将书本放好后 我也打算出去计划一下祭祀的事情 毕竟血迹一世要求我用智慧生命的灵魂作为祭祕 神灵 精灵或者亡灵的难度太高了 看来只能杀个人了 因此我必须找出一个最大恶极的人 跟往常一样 回到家后 打开电视听着新闻联播 便去准备晚餐 我左挑右选 打算今晚顿坤闷土豆 没办法 坤哥的美味我抵挡不住 正在做饭的我突然眼神一鸣 看向电视 插播一条紧急消息 本市出现一名穷凶极恶的罪犯 目前已知被害人已有三人 生前与嫌疑人均无接触 无利益冲突 警方线正在积极搜捕罪犯 有线索显示 嫌疑人身体羊皮 面部涂抹油彩 警方根据这种罕见的外表特征 称呼他为羊皮杀手 羊皮杀手可能携带枪械 建议市民远离现场并且暴走 携带枪械这几个字不断在我脑海中挑 这无疑勾勒出我前世的回忆 所以我决定先将它作为现阶段的血迹目标 我是个穿越的人 但我并没有信 或者金手指的加持 纵然天生平庸 但我有颗想成为强者的心 就在今天 我无疑间发现了一本诡异的线书 这无疑是我的机遇 我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书上说 我只要献祭一条生命给异宇宙的神 异宇宙的神就会实现我等家的愿望 但要我为了异己之私而杀害无辜者 这是不可能的 哪怕我再想要成为灵能者也一样 因此我锁定了一名正在被通缉的变态杀人犯 那个通缉犯有个诡异的称呼 名为羊皮杀手 我决定先将它作为现阶段的血迹目标 但问题是 我应该怎么找到这个连本地公安都暂时搜捕不到的连环杀人犯呢 凭借我一人的力量自然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我选择求助于这座城市的地下情报商 我从放置杂物的床柜里取出了一些陈旧的手机零部件 又拆开了游戏掌机和收音机 折腾了有一刻钟 才终于重新组装成了一台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用过的工作手机 然后一边给手机充电 一边联络上了无人机 无人机是过去与我有过很多次交流的地下情报商 无人机接通了电话 并且问他 哪位 我做了一遍深呼吸 倾咳一声 用与平时不太一样的声线说话 是我 对面沉默片刻 反应过来 你不想要命了吗 说真的 我刚才一下子真的没把你认出来 你在那之后沉寂了整整一年 我以为你死在了那件事里 我沉声说道 如你所见 我没死 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卖出去 无人机忐忑问道 真的假的 你不会是在说反话 如果我卖你情报 你就要把我也杀了吧 他的忐忑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我确实杀过人 过去我为了追求灵能 曾经做过许多不为人知的拼搏 我对他说道 我杀你做什么 不如说 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只要是与情报有关 他就会一丝不苟 你需要什么情报 我声音冰冷 我要羊皮杀手的下落 他突然陷入了沉默 我率先打破了沉默 故意用质疑他能力的感觉说 你不会是不知道吧 无人机此刻的声音显得十分郁闷 其实我也有尝试过 收集羊皮杀手的情报 但他实在太羡慕了 披着一身羊皮在城中到处乱跑 不知怎么的愣是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 但我知道谁知道 是谁 亚当 我快速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无人机说道 你当然没听说过 他是在这一年里出道的地下情报商 而你已经一年没有动静 我问道 这个人可靠吗 无人机回应 至少他出售的情报 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关于他 也有一些不那么好的传闻 我眉头一条 你是指什么 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 听说他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伙伴 听见这句话后 我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形式飞了下来 我最终决定还是先接触一下那个亚当 我是对于出卖伙伴的人深恶痛苦 但首先 无人机说的不过是道听途说之事 并无定论 其次 我也不是要跟那亚当做伙伴 仅仅是做交易 一切小心为上 没过多久 我的工作手机收到了未知来电 你好 手机对面传来了十分明显的机械混合音 看来又是个重视真实身份保密性的家伙 我直接进入正题 我想无人机已经告诉了 我想要羊皮杀手的线索 你报价吧 亚当公事话地说着 在报价以前 出于职业道德 我需要提醒你 羊皮杀手很可能是灵能者 这个提醒是免费赠送给你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想找羊皮杀手 但如果出了问题 到时候千万别迁怒于我 他的潜台词是 如果你不是灵能者 就别对羊皮杀手打怪主 这点在我预料之中 所以我肯定到 你可以放心 亚当口齿清楚地说出了一个我能够接受的报价 又补充道 考虑到你是匿名顾客 我需要你先把交易金额转到我的银行账户里 然后我再把整理好的情报 以电子文档格式发送到你指定的网络邮箱中 时间差不多会超过一个小时 这样可以吗 我说可以 然后把一个以前随便注册的网络邮箱号码报给他 当亚当把情报发送过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了 我为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 然后检阅文档中的内容 看完资料 心中对亚当有了新的看法 不愧是无人机推荐的情报犯 连公安机关内部文件都能获取 不仅有大量现场调查信息和大规模排查的结果 详尽的心理测写报告 真假不知的小道消息 甚至还有他本人的现场调查和推议 他把自己调查得来的线索 结合手头上的所有情报 列出了未来一周羊皮杀手可能会现身的数个地点 其中现身可能性最高的地点是老城区也就是一区 里面某条人际罕至的小街 看完所有资料 我心中有些惊讶 这个亚当 对一个连环杀人犯会不会有些过分上心 下集预告 狩猎 我是个穿越的人 没有金手指或者系统的加持 但我不甘于平庸 我渴望力量 由于我灵魂结构根本宇宙的人类不一样 所以我无法享受灵能带来的力量 但皇天不辜负有心人 就在今天 我所期待的机遇终于来了 这是一种古老的邪恶祭祀之术 通过向一宇宙神明献祭生命 从而获得等下的愿望 这无疑让我看到了拥有灵能的希望 因此我锁定了一名正在被通缉的变态杀人犯 那个通缉犯有个诡异的称呼 名为羊皮杀手 本集故事开始 我躲在阴暗处 观察着小巷内的风吹草动 在半小时后 我看到一个披着羊皮的男人 带着一个女孩出现在小巷中 那女孩对羊皮杀手怪异的装扮 没有感到惊愕 反而正常问道 我刚才忘记问了 你叫什么名字 羊皮杀手森然笑道 你可以称呼我为恶魔 反正不用我说 你很快也会这么叫我 即使如此 女人也无法提起防备之心 只是笑着回应 你真会开玩笑 羊皮杀手嘴角笑意挂起 我可不是开玩笑 之前已经有一些人 就是这么称呼 在女人的视角中 阴森恐怖的羊皮杀手 宛如小羊般可爱 果然这个女人是中了法术 这时我从阴暗处现身 头戴乌鸦面具 左手持着拐杖 缓慢地向这两人靠近 在非常遥远的古代 野人们喜欢狩猎羊 羊不如野猪凶猛 不如牛强壮 也没有鼠和兔那么敏捷 非但肉多 还群居 脑子也愚笨 有些惊艳老道的猎人 甚至能够披上羊脚 和羊皮混入其中 轻而易举地捕猎到羊 这种原始而又简陋的伪装 就是最早的羊庄 猎人们屡试不爽的狩猎技术中域 含着自然神秘的仪式性 于是极少数拥有灵能的猎人 便凭借这种仪性 将这门狩猎技术 发展成了狩猎巫术 让本应对自己有敌意的人 或者动物把自己当成伙伴 或者把自己当成随处可见的路人 一样视而不见 到了现代 这门洋装术被更好的法术所淘汰 沦为了冷门法术 在羊皮杀手和女人诧异的目光下 驻足在他们身前 下一刻手中拐杖掉落 宛如发病的病人一般蜷缩着身体 女人关心的小跑到我身旁 请问你是需要帮助吗 乌鸦面具吓得我 声音显得沙哑 是的 我需要帮助 但不是你 在他诧异的目光中 我迅速起身 左手手持喷雾对准他的面孔 紧接着按下喷雾键 白色的雾气不可避免的被他吸入废物 鼠鸟过后 女人脸色通红倒下身 并不醒人事 随着女人的倒地 羊皮杀手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你是什么人 你打扰了我的狩猎 我从地上捡起拐杖 对他说道 我准备举办一次血迹仪式 你要来做我的活祭品 羊皮杀手面路错恶 你说什么 你脑子没问题吧 我不急不忙的看着他 你是打算自己跟我走 还是要我打断你的腿脱走 羊皮杀手下一刻勃然大怒 风的一般朝我袭来 越过我的头顶 他手中扳手毫不犹豫朝我袭来 我反应过来后利用拐杖进行割打 紧接着开始后撤身形 羊皮杀手手中的扳手再次朝我面门袭来 我转动头部和身体 让他这击打空 在我稳住身体的同时 左手按动手杖的机关 在手杖底部弹出了一节锋利的刀刃 由于这些都发生在片刻之间 羊皮杀手只能眼睁睁看 我的刀刃刺向他的面门 很遗憾 我的刀刃连划伤他都做不到 他的体表有一层肉眼看不见的布 像是钢铁打造的铠甲一样 护住了他的肉体 他先是一乐 玄机灵笑道 你这个瘸子倒是真会躲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看你这么邪门 我还担心你是有倍而来 手上拿着灵灯武器呢 原来就是个普通的道具 下一刻他又哭向我 对我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我一边躲避 一边思考着破局的办法 如果被他扳手碰到 那我就只好完蛋了 我警惕地看着羊皮杀手靠近 他一步一步朝我逼近 同时嘴中想要瓦解我的斗志 你知道吗 我事先在这里踩过点 这条街道在这个时间段 几乎不会有人惊我 你哪怕大声求救也没用 我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道 你是来正那个女人的吧 太遗憾了 接下来你也要与他一起被我抓住 你知道吗 我最喜欢欣赏别人的恐惧 但又觉得尖叫声烦人 好在成为灵能者以后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灵感 去捕捉到他人强烈的感情 所以接下来 我会首先割断你的声带 然后我会挖出你的眼球 摧毁你的听力 挖空你的鼻腔 剪掉你的舌头 从此你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 就只有触觉 而这唯一的感官 也只会为你传输疼痛 你不会简单死去 我会让你至少活上一周的时间 让你饱藏各种各样 生不如死的痛苦 再变成一堆再无知性的血肉以后 才送你下黄泉 我冷哼一声反问他 就凭你 这句话无疑让羊皮杀手有些错误 下集预告 灭杀 我渴望成为强者 只因我的灵魂不是本地人 我无法觉醒灵魂 但我发现了一本古老的祭祀之语 通过向异宇宙的神明献祭 等价交换愿望 异宇宙的神明究竟能否让我掌握力量 本集故事开始 羊皮杀手扬言要割断我的声带 挖出我的眼球 掏空我的鼻枪 剪掉我的舌头 让我如同废人一般苟延残喘 我反问他 就凭你 下一刻 手中的拐杖猛然抽象他 这种攻击我之前也做过 但没有一次是有作用的 因为这次他连躲避也懒得走 所以才能打中 羊皮杀手被我这一击 当场身体被抽飞出去 他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咳出一滩仙石 同时夹杂着碎尺 他茫然地支撑起身体 心中十分疑惑 怎么回事 我的灵魂护盾呢 我手持手杖一步步向他逼近 你的防御确实很坚固 恐怕是一边想象真正的盔甲 一边用灵魂形成的把 不得不说你的意向很逼真 灵魂盔甲的还原度很高 不过破绽也很明显 那就是在专注于加速的意向 无法同时维持盔甲的意向 我将手中的手掌横向一推 紧接着用力一甩 手杖陡然分成一节节锯齿 羊皮杀手看见我手中的铁边 他在这一刻终于感到了恐惧 他疯得一般从身后掏出手枪 对准了我 嗨 我恐惧枪械 由于上辈子死在枪械下 这辈子心里上留下了创伤 因此在两年前 我便向搭档求解 如何才能战胜恐惧 他坐在我身旁 悠闲地品尝红酒 随后嘴角笑道 战胜恐惧 没有人能战胜恐惧 我十分不解 怎么可能无法战胜恐惧 可是我知道 有一些勇敢的人 连死亡的恐惧也能战胜 他当场回我一句 他们纯属脑子有病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我只好换一种说法 那么像我这样的一般人 终究是对恐惧无计可施的吗 他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说自己是一般人的人 多半是不可信任的 不过嘛 方法也不是没有 如果说恐惧是疾病 勇者能够用免疫力自动克服 那么像我一样的 真正意义上的一百人 就只能吃药了 虽说好像麻醉一样 只可记忆时之用 却也不失为一方良药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我回应 是指那些黑色地带的人 经常卖的药物吗 他笑你说道 那倒也有些用处 虽说祸害更大就是了 但我说的不是物质上的药 是精神层面上 我思考一番以后回答 极具煽动的理念 他否定了我的说道 并告诉了我真正的答案 是来自敌人的恐惧 羊皮杀手不停地颤抖左手 我的声音十分冰冷 把他刚刚对我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这条街道在这个时间段 几乎不会有人经过 你哪怕大声求救也没用 对了 你刚才还说过什么来着 首先是割断你的声带对吗 那咱们开始吧 此刻羊皮杀手眼中 竟是哀求与绝望 这部分过于黑暗就省略了 半小时后 我拖着他的脚 一步一步向着小巷 更深处走去 他嘴中不断发出哽咽的哀求 将羊皮杀手像个玩具一般放在旁边 然后我割开了自己的手掌 开始放血 羊皮杀手手筋脚筋都被我挑断 如同一个老狗一般趴在地上 同时眼眶中也是空荡荡 我不由地对他产生敬佩 他明明声带被我扯断 可嘴中开始发出声音 只是声音有些含糊不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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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过我吧 我并没有理会他的低音 如果我翻车了 现在我的下场并不会比他好到哪里 放完血后 我便拿出纱布 开始对伤口进行包扎 包扎完伤口 防止红色颜料开始凝固 我只好尽快地将静咒画好 现在要绘制的仪式 被称为哈斯塔血迹仪式 主要目的 是为了像存在于其他宇宙的神哈斯塔 送出国际品 以交换想要的馈赠 而我就是要在哈斯塔的帮助之下 成为一个灵能者 绘画完祭祀图案 我便将羊皮杀手拖到祭祀图案的中间 手杖又刺了过去 我平静地看着他 开始帮他回忆 想必过去那些受害者也这么哀求过你 但是你是否有放过他们 或者 你更加倾向于让他们流露出恐惧 陷入绝望 对于柜子手 我肯定不会丝毫手轮 我不是圣人 我只是个普通的人类 有自己的私欲想法 羊皮杀手害怕极了 嘴中不断发出哀嚎 我悔改 我会悔改的 你说什么我都会做 我对他的哀求只大耳旁风 随后向祭祀图案外面走去 你别露出这种表情 你不是很喜欢让别人躲去吗 我们都是一丘之和 只是现在轮到我负责折磨你 你负责惨教和哀求 就让我们融洽相处吧 说完 我便不顾他的哀嚎 开始念诵敬咒 以我之鲜血 与敌之生魂 我呼唤您的到来 伟大的哈斯塔 下集预告 与神交易 我发现了一本古老的祭祀之书 可以通过向异宇宙神明献祭 获得等价的愿望 本集故事开始 我念诵完咒语 没有任何异象发生 只有羊皮杀手不断的哀嚎声 我望着祭坛中的羊皮杀手 心中逐渐开始担心起来 我是不是在布置仪式的时候 哪里出了插头 这时在祭坛中间的羊皮杀手 似乎是豪的疲惫 逐渐停止了惨叫 他的嘴角居然开始露出笑容 然后逐渐癫狂大笑起来 我疑惑地妄想他 这时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同时嘴巴不由自主地 开始念诵祭祀的咒语 那些咒语通过我的念诵 开始去笑话 我心中一挤 同时嘴巴的念诵速度越来越快 被我念诵出来的血红咒语 开始偷袭躺在祭坛中的羊皮杀手 羊皮杀手先是感到惊恐 随后他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 祭坛边缘毫无征兆地出现血红蜡烛 那蜡烛的火苗不断在空中起舞 随着他的起舞 祭坛中开始渗透出来自以宇宙的火焰 羊皮杀手的身躯开始融化 就像是被火焰烧着的塑料袋 在烛火中逐渐消失 不对 我开始出现了可怕的变化 我不知用何等形容词来叙述此刻的现状 可能用鬼蛋异变最为贴切 那一刻我只身矗立在这片鬼蛋异变的世界下 祭祀图案中的诡异触手似乎没有赤膜 他们开始向我慢慢逼急 随后到我的脚边 开始从我的脚踝处向上攀爬 在我呆若目击的意识中 忽然闪过一个问题 那本书的无名作者 似乎并未讲过血迹仪式还有这种副作用 下一秒 我又扣心自问 真的没有讲过吗 我重新回忆那本书中讲述的要点 我猛然一醒 对 他有讲过 他有讲过 哈斯塔是在一宇宙被称之为旧日支配者的神奇 他的存在形态是形象宇宙的生命所绝对无法理解的其善的关系 假设他有也与人类大相径庭 因此他对于人类来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邪恶的 而即使在少数情况下 他也是绝非善意的 他就好像是刚好睡在一窝旁边的人 蚂蚁无法理解人的思想 人也不在乎蚂蚁的存亡 并且像他这样的旧日支配者 还有一种无比恶劣的特征 那就是人类紧紧目击到他的身影 就会精神错乱 在疯狂之中度过余生 哪怕只是布置有关于他的一世 也会遭到这种影响波及 根据无名作者的描述 越是灵感敏锐的人 越是无法抵抗这种影响 除非布置一世的人的灵魂来自于 近乎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 灵感微弱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当时的我为什么没有重视这条注意事项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好像以为 既然自己的灵感那么微弱 那么一定能够设法抵抗影响 说不定自己的故乡 就是所谓的近乎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 但是这明显有问的 无名作者根本没说过 灵感微弱等同于免疫影响 而我本人的故乡 也未必就是近乎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 即使前两者都成立了 可面对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世 我又怎么可能立刻上手时间 还一下子就拿灵能者作为活祭品 还是说因为我太想成为灵能者了 所以情难自己 还是说 从我开始接触到血迹一世阶段起 就已经被影响到 却毫无自觉吗 而我现在必须远离这里 我来到了小巷口 街道左右的一根根路灯 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个 身穿黑色东帽长袍的僧人 僧人们到底要去往何处 我产生了不合时宜的好奇 当我想要顺着那方向看去的时候 身体凭空腾出一股强烈的恐惧 那股恐惧告诉我 不要去看 那一切都是幻觉 我猛地醒悟到 我的意识 很可能正在逐渐接近抽象宇宙 我正在接触 对于形象宇宙的生命而言 无比禁忌的领域 最坏的结果 就是连意识带肉体一起被拖入抽象宇宙 转化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存在形式 以不知道是否还算活着的状态存在下去 突然脑海中那道恐惧的意识再次发生 不要去看 巨大的声音让我闭上了眼睛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逐渐恢复了原样 我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 我的世界终于解除了鬼蛋一边 这是右眼中有些扫痒感 我接下眼罩 我发现世民的右眼居然恢复了视力 而且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晰 我试探的身处已经瘫痪的右臂 我本已瘫痪的右臂也重新有了知觉 还可以自由运动 例如去年我尚处于全胜时期的状态 左脚也脱离了我早已习惯的不灵点 现在能随便摆动 即使用力踩在地上也毫无异常感 就如同我完好无损的右脚一样 不会有错 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残疾 重新变成了四肢健全的正常人 下集预告 高级警员老爸 我通过向异宇宙的哈斯塔陷阱 恢复了右眼和右脱 但恢复的右眼总是会出现不可描述的影响 正常的场景会变得阴森恐怖起来 和暗和亲的麦昆摊主 老是问我买不买昆 另外神秘情报商亚当居然是个菠萨的魅力 本集故事开始 我接受完哈斯塔的赐福后 便回到了家中 一打开门 我爸就坐在沙发上等着我 一如既往地询问往回家的孩子 你去哪里了 我自然会撒谎 我说我去了澡堂 身为高级警员的老爸自然不醒 眼尖的他说道 去了澡堂 可你身上的衣服没换 我自然再撒个小谎来圆大谎 我忘记带换的衣服了没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头发 鼻子又闻到了香皂的味道 他只好作罢 开始板着面孔看起文件 同时我的心中松了口气 但就在这时 我口袋里的工作手机 却不合时宜地震动起来 工作手机是我的秘密 我掏出来看了一眼 来店者正式亚当 他在这种时候给我打电话 是要做什么 无论如何 我都不可以在做警察的 灵能者父亲面前接这通电话 我只好先挂断了电话 然后收起手机 他自然被我异常的举动所吸引 于是问道 你怎么挂断了 我说 这是个骚扰电话 他似乎是做警察做酒了 养成了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职业素颜 你不是没接吗 我只好解释道 现在的骚扰电话 会被手机用户标记 标记能被其他手机用户看到 他相信了我的解释 然后站起身 拿起文件说道 那我先回局里了 我不解的问道 这个点还要工作 那你刚才回来是做什么 他沉默片刻 说道 我放心不下你一个人 我知道 如果不是我一直在局里工作 很少关心你和小吉 或许你也不会出那种事故 我一时间正正地看着自己的老爸 他也没等我的回话 就转身推门离开 我转头看向我们一家人的照片 出神片刻 我这一世的父亲叫做徐盛兴 是河黎市的高级警官 成天埋首于警务工作中 而弟弟就独于住宿制的学校 回家谁都不在 但也正因为这样 我有了更多自由活动的时间 我拿出工作手机 拨打亚当的号码 他接通的第一句话就是 是你杀掉羊皮杀手的吗 我毫不客气地说道 如果你接下来还在话里涉陶 你就无法从我这里得知任何事情 亚当说道 我很抱歉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正在追杀他的路上 那么我希望你能暂缓此事 我先试探地对他问道 且不论我与羊皮杀手之间是什么关系 假设我真的杀死了羊皮杀手 是否会对你造成什么麻烦 亚当说 我想要找到羊皮杀手 问他一些事情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 如果你之前购买情报的目的是要向他寻仇 那么我希望你能还一会儿 如果你事后还要坚持向他寻仇 或者决定换个其他活来干 那么我愿意以自己的信用作为担保 在一定程度上 向你提供免费的情报支援 以作为对你这次让步的还 我悠闲地喝口茶 心中也十分好奇 亚当究竟要询问羊皮杀手什么事 你要问他什么事 无可奉告 文言 我也没生气 只是对他淡然说道 何遗憾 你这通电话打得太晚了 什么 他一贯冷漠的口吻中 第一次出现了震惊的味道 是我听错了吗 我把羊皮杀手可能出没的弟弟的情报交给你 是在晚上七点左右 但现在还没到十二点 你就已经找到了他 还把他杀了 我不慌不忙地说道 如果你在晚上九点以前给我打电话 说不定还能见到活蹦乱跳的他 此刻他的语气中出现了慌乱 这 难以置信 说真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无可奉告 我把这句话还给了他 虽然刚才没生气 但现在却莫名解气 好吧 问不了活着的他也没办法 那就只能问问死去的他 你把羊皮杀手的尸体丢弃到了什么地方 我对他说道 尸体没了 亚当继续说道 你是用化学溶液分解了他的尸体 还是焚烧成灰烬了 没关系 哪怕把剩下来的东西给我也好 别告诉我你都到镜河里 在听到亚当刚刚的断话时 我就明白了 这个亚当要么是灵媒 要么认识灵媒 或者他能用法医技术提取情报 我说道 我的意思是 什么都没了 你可以理解为 他被空气吃掉了 准确点说 羊皮杀手甚至连灵魂带肉体 都被我抛出这个语言 成了一语咒神的灵石 亚当沉默几秒后 他继续说道 我有一个客户想见你面 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吗 我届时也会到场 我并未立刻答应 而是说 先告诉我 你那个客户是什么人 又是为了什么事情而见我 亚当说 他是一个正在调查 某个本地神秘组织的人 我既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也不知道那个神秘组织的来历 基于某些利害关系 我也正在调查那个神秘组织 而就在半小时前 那个客户打了电话过来 告诉我 羊皮杀手这个既不具备 显著灵能天赋 又从未做过灵能训练的 非法修车店老板 之所以会在某日 突然成为灵能者 很可能与那个神秘组织 有所关联 我挑出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问问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那个神秘组织具备 将一般人变成灵能者的手 而羊皮杀手则是通过 非正常不尽觉醒的灵能者 亚当肯定道 你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报出了具体时间和地点 回想起亚当刚刚的话 我猜测到 或许 这就是导致血迹一世 馈赠的异常反 下集预告 神秘组织和亚当 我通过向一宇宙的哈斯塔陷阱 恢复了身体 可我被卷入了 另一个事件的漩涡 被我杀死的羊皮杀手 似乎牵连着一个神秘的组织 那个组织正在研究着 如何让普通人 拥有灵能的药物 这点无疑吸引了我 因此我前来 与亚当带来的神秘人赋约 本集故事开始 次日 我来到了与亚当赋约的咖啡馆 服务员小哥来到我的身旁 询问我要喝点什么 我看着他 沉默片刻 因为我之前一直行走在黑色地带 像这种奶茶甜品店 基本没去过 突然我灵机一动 指了指不远处的咖啡 服务员小哥 也是头一次见我这种香巴佬 他看了一眼那咖啡 然后试探地对我说道 先生 你是要一杯咖啡吗 我只好满脸大的点头 等他走后 我的眼睛又出现了 鬼蛋一变的幻觉 虽然不如昨晚一世时 那么强烈 把电线干当然 但这也对我的日常生活 造成了影响 就比如今天早晨 我想去买只鲲 带回家补补身的 可我看到摊主 卖的坤的时候 却一时间不知该该如何表达 摊主见我站在他的摊子前 热心地对我询问 小兄弟 你要买那只呀 老哥帮你切好 之后我又用这种购物方式 买了一些黄色的植物根莖 和深褐色的散状石材 以及白色的花状石材 回到家才想起来 那分别是老母鸡 姜 香菇 白木耳 我只能希望这个症状是暂时的 会伴随着时间的流失会消痛 片刻后 亚当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到地方了吗 到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这是一个身穿粉色上衣 和运动裤的女士 走到我们身旁 我转头看去 那是一个长相甜美 颜值中又透露出 一股萨萨感觉的女士 她坐下后 很熟练地叫服务员来杯奶茶 她发现了我表情中的不解 她笑道 很意外对吧 我的确很意外 没想到黑色地带有名的情报商 亚当居然是个女的 她似乎看透了我的惊讶 笑道 无论是在工作场合上 还是在黑色地带中 特别是后者 女人很容易受到男人侵蚀 我饶有兴趣地打量她 所以你才用亚当这种语言 她补充道 变生气也是 但这时 我却反射性地怀疑 眼前这张面孔 也未必就是她的真面目 我之所以会这么想 并不是因为她表现出了什么破绽 而是因为我自己 就是易容过来碰面 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靠近 我与亚当同事回头看去 来人身穿一戏风衣 戴着黑色口罩 亚当充当中间人 对我介绍起来者 她叫长谷川 就是我之前说的客户 同时也是一名灵能者 我对她点了点头 同时想到 虽然这肯定又是一个假 但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灵能者 应该是个樱花地区居民 我同样也爆出一个假 我是哈斯塔洛夫克拉夫特 亚当见人奇了 也开始介绍自己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 索尼亚香格里拉小姐 别看这个小桌上 只有三个人 可这三个的心眼 加起来比十个人都多 长谷川首先打破尴尬的气质 上来就用审判我的语气 真的是你杀死了羊皮杀死的 我喝了一口咖啡回忆 是我 他斩钉截铁地否定道 你虎谁呢你 你连灵能者都不是 我呵呵一笑 杀死灵能者的方法又很多 举个例子 如果亚当刚才想杀你 就可以在奶茶里下毒 长谷川脑袋似乎没有转过来 依然紧紧盯着我 亚当没有杀我的动机 灵能者也不会死于毒素 我说道 想要杀你的人 但凡没把脑子忘在枕头上 就不会让你知道他有这个动机 况且 对灵能者无效的也仅仅是正常的毒素 闻言 他看上去误会了什么 然后对我又问道 这么说来 你能够杀死羊皮杀手 依仗的是暗杀技术 那么 他的尸体呢 给我交出来 我肯定不会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所以再次之前 你们先告诉我 你们在调查的神秘组织是什么 羊皮杀手与其有什么关系 他屈其指关节 不耐烦地敲击桌面 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 现在轮到你了 他的口吻转变成了危险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随时可以更换一个方式 更加有效率地询问你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家伙 他的谈判方式 还真是充满了经典的黑色地带气 这种时候 我若是后退一步 就只会白白地交出对话的主动权 虽然在这里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 会有种智商被拉低到同一个层次的态度 我戏虐地看着他 抱歉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不如你用行动来解释一下 长谷川冷冷说道 很好 看来仅仅是暗杀了一个 我清醒过来 他一边说一边对我动用了灵冷 亚当当想阻止 没等他说完 长谷川就身体挺轻 要对我出手 我果断抓住他的手段 紧接着一用力 他的肩膀处发出一声骨头错位的声音 正当我想要卸掉他一条胳膊的时候 他却整个人向后倒去 这一刻我的面孔深深映入他的心中 他对我产生了惧怕 那是一种气势上的压制 我看着倒地的长谷川 结合自己以往的经验 这个形式粗野的长谷川 搞不好与我截然相反 是个在灵能者中间也具备出众灵感的家伙 所以能够在受伤以前 就抢先通过灵感 预知到如果自己继续下去 会有什么下场 而且他们两个都对羊皮杀手的尸体如此执着 他很可能还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灵媒 此时亚当经意不定地看向我 似乎有了某种推测 你是无面人 下集预告 我曾经的故事 地宇宙的哈斯卡住了规復了身体 但没有赐予我灵能 我以为是一世出了差错 后面通过跟亚当的谈判 我才发现这一切都不是水面上的那么简单 本集故事开始 亚当经意不定地看向我 似乎有了某种推测 你是无面人 我听别人说无面人已经死了 死在了一年前的围杀中 但没想到你能活着甚至行动自如 无面人 是这座城市的人为我起的绰号 起这个绰号的思路也很直接 因为我从未以真实面目 混迹过河离式的黑色地带 就连前任搭档都从未见过我的真实面目 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人知道我的面孔其实是易容出来的 但在被前任搭档出卖以后 所有人都知道我会议容数 然后开始称呼我为无面人 我即使被戳穿身份 已然面不改色说道 曾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杀死我 最终都被证明是无用之功 如你所见 若以为只是随便抽出几个灵能者就能送我灰心 也未免过于天真了 长谷川不满地哼了一声 说大话也要有限度 但当我把目光扫向他的时候 他像是什么都没说过的一样转过来 说句实话 我也知道自己在说大话 并且在说这些大话的时候 我也会感觉脸皮在发烫 但自从在黑色地带经历过一段时间 我便醒悟过来 他们就是贱 就是吃这一套 若是换成低调的作风 反而会被怀疑这是弱者 有可趁之机的表现 我扫了亚当一眼 然后说道 比起这个 我们还是开始进入正题吧 我要知道你们正在调查的神秘组织是什么 长谷川语气中透着郁闷 那是个正在研究 如何以药物技术 将一般人转化成灵能者的本地组织 我饶有兴致地看向它 那这个组织理想挺伟大的 长谷川语气一转 但凡药物 在研发以后都要经过重重测试 通过检验效果和安全性 以决定式 已完成还是进入下的环节 最初的测试环节 一般都是通过动物进行的 但问题是 神秘组织所研究的药物 是以人类的生理特征细节为主要对象 有针对性的研发出来的 目标是强制扰动人的生理变化 诱发心理变化 最终使得灵魂发生变革 从而觉醒灵能 我问道 所以 这种药物无法用动物实验 只能直接进入人体实验环节 是这样吗 长谷川点了点头 然后语气沉重说道 但这是有违伦理的技术 自然无法公开招募志愿者 内部人员更加不会以身试药 所以他们开始进入黑市 从人贩子的手上购买小白鼠 亚当接过话 然而 他们就算是对小白鼠 也是有具体要求的 必须是灵能天赋 本来就比较好的人才可以 我顺着他的话提问 这是为什么 长谷川解释 他们的药物暂时处于半成品 只能让灵能天赋比较好的人 变成灵能者 而且还有不可忽视的危险性 和巨大的附作 然后他们会从实验体的身上 采集数据 以进入下个环节 研发让灵能天赋没那么好的人 也能觉醒灵能的安全药物 因为人贩子无法提供 那么多恰到好处的实验体 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动手 从和离市及其周边的村镇 绑架社会层次低的居民 以满足实验需要 我细品一口咖啡 说道 那看来这个神秘组织的决策才 是以犯罪专业的门外汉居多的 长谷川流露出疑惑的反应 门外汉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他笑道 俗话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 本地组织直接在本地绑架人口 容易增加被本地公安察觉到踪迹的可能性 少有专业性的犯罪组织 都会选择到外地绑架人口 若是首长的犯罪组织 则会选择更加遥远的纷争地带 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 可没有谁会觉得活人失踪 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亚当点头 正是如此 不过 好歹是个有科研项目的组织 内部肯定是有聪明人 虽然决策从最初因自己的外行而犯了回来 但很快就注意到了自己的低级错 并且想出了避免被本地公安追踪的方案 我反应过来 所以 羊皮杀手是替罪羊吗 亚当继续说道 神秘组织找到了羊皮杀手 故意给他服用半成品药物 使其成为灵能者 但这种半成品药物所诱发的灵能觉醒 与常规的灵能觉醒截然不同 是相当于以燃烧灵魂为代价所带来 同时还会使得服药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变化 羊皮杀手本来就有严重的犯罪倾向 而药物带来的力量和副作用 则使其放下了一切顾忌 让他到处绑架本地居民家营虐杀 为了让他的犯罪活动更加顺利 神秘组织甚至还给他提供了一门 增加自己隐蔽性的灵能法术 他所说的灵能法术 自然就是羊庄术 可以迷惑猎物 让其误以为杀手是同伴 此时此刻 我心中的疑云已经被挥去了大阪 所以血迹仪式的馈赠水准 才会与羊皮杀手的灵魂价值不匹配 那是因为羊皮杀手 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灵能者 亚当说道 我们之所以想找到羊皮杀手 就是想在他身上得到神秘组织的现象 下集预告 调查亚当的真实身份 我发现了一本古老的祭祀之书 可以通过向异宇宙神明献祭 获得等价的愿望 被我杀死的羊皮杀手 似乎牵连着一个神秘的组织 而约我见面的亚当和长谷川 为了寻找那神秘组织的踪迹 来向我索要羊皮杀手的尸体 可我已经把羊皮杀手尸体献祭 给异宇宙的哈斯塔 本集故事开始 我询问起长谷川 你是不是灵魅 亚当这时开口 我们现在掌握的大部分情报 就是凭借长谷川 身为灵魅的占捕技术 如果不是他的协助 我甚至都不知道羊皮杀手 与神秘组织有关系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二人 你们的动机呢 你们为什么要追踪这个神秘组织 长谷川看着我有些底气不足的问答 等等 我们不是说好了 一问还一问吗 我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他当即转过头不敢与我对视 亚当笑了笑 然后回答 我的动机并不复杂 我在日常撒网收集情报的过程中 不小心触及到了神秘组织的边界 而他们特别不希望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所以立刻派人来追杀我 既然他们如此对待我 那么我自然也不会客气 长谷川也说起了自己的事 而我则是在亚当队追杀的时候 帮助他击退了敌人 就这么结成了临时的合作关系 我与神秘组织敌对的理由也很简单 我的妹妹被他们绑架了 我对着长谷川访问 他们绑架了你的妹妹 一个灵灯者的妹妹 长谷川避而不谈 我依然只能摇头 我还是之前的话 羊皮杀手的尸体已经被我弄美了 长谷川语气愤然 在看到我的眼神后 话语一变 但奶茶要凉了 快点喝了吧 我酝酿着自己的措辞 又说了下去 虽然无法交出尸体 但作为交换 我可以加入你们 协助你们的活动 长谷川目瞪口呆 什么 亚当慎重地问 你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回应 我对那个能够把一般人 变成灵能者的药物感兴趣 亚当看出了我的野心 你想要成为灵能者 但那个药物仅仅是半成品 副作用巨大 我反问道 也有可能 现在的他们已经研究出了完成品 不是吗 走出咖啡店 其实对我来说 哈斯塔血迹一世 不然也是成为灵能者的路线之一 但这条道路却过于危险 与行走在钢丝上也无差别 只是献祭了区区一个羊皮杀手 就差点让我万劫不复 而倘若献祭的是真正的灵能者 那么我肯定就完蛋了 刚才的碰面亚当和长谷川二人 因为我是无面人的关系 勉强同意了暂时合作的提议 但是这两人身上还是有很多一点 抛开既是灵能者 又是灵媒的长谷川 亚当这个看似弱小的一般人 还是更加应当注意的危险对象 他看似何许 却让我感觉捉目不同 他曾挑拨多个黑帮互相争斗的履历 告诉我他绝非善来 与他合作过的人 都在不久后遭遇不幸的事实 也令我无法忽视 当然 我怀疑亚当的根据 并非仅限于习惯性的怀疑 何不靠谱的直觉 以及不知真假的流言蜚语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根据 那就是 亚当曾经说过 如果不是长谷川 那么他只以为羊皮杀手 就是个普通的连环杀人犯 但在我从他的手里 买到羊皮杀手的情报的时间段来看 在他尚未知晓 羊皮杀手与神秘组织之间的联系 而他出售的情报却过于丰富 以我的经验来判断 除非他早已对羊皮杀手 有了密切关注 否则绝不至于如此 这与他刚才的发言强烈冲突 也成为了我怀疑他的关键性因素 我鬼鬼祟祟地掉在亚当的身后 看着他走入了公共厕所的女性区域 十分钟过去吧 亚当仍然没有走出公共厕所 难不成 我的尾随已经被察觉到 他通过女厕所的窗口逃跑了 正当我忐忑的时候 我看到一名女性 从公共厕所里是释然地走了出来 这名女性的外表 与我刚才看到的亚当截然不同 即便如此 我也能够立即识别出来 他就是亚当 他有着一头粉色中长发 相对于刚才更加偏向于甜美的面孔 穿着米色的灯笼袖上衣 比起行走在黑色地带的情报商 更加像是一名出门在外的女学生 也许换作其他人发现不了 可是像我这种一容伪装的经验者 又是训练有素的武术家 完全可以从身高体重 手臂和腿的长度 站立行走的姿势 把他和其他人分开来 其中最让人难以忽视的是 他的头顶多出了一对犹如雪 连圆的 毛茸茸的 深棕色的耳朵 毫无疑问 他是一名亚人 亚人的起源 直指人类的仙子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拨打了无人机的号码 我需要你调查一个人的身份 无人机回应 你要杀谁 下集预告 风魔的长谷川 我感觉我是一个变态 居然尾随一个女学生到你厕所 但我这是有原因的 那个女孩名叫亚当 是个地下情报商人 我跟她之间有一个合作 但我对她不放心 所以才来调查她 不过现在终于让我发现了蛛丝马迹 亚当居然是个亚人 长谷川居然被异宇宙的皇医 教主哈斯塔所影响 本集故事开始 我拨打了无人机的号码 我需要你调查一个亚人的身份 无人机沉声说道 你想杀谁 我语气冷冽对他说 我说的是调查 在调查的二字的时候 语气加重了一下 无人机在电话那头黑黑一笑 无面 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在我这里不用装 你不就是隐退了整整一年 终于手痒了 想要杀个人暖暖身子吗 我这就给你安排上 但亲兄弟也要明算着 你不可以拖欠报仇了 嗨 看来我在无人机心中 是这么变态的人 他接着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选羊皮杀手呢 果然刚刚回归 就杀一次灵能者的猎物 有点太冒险了 我说道 羊皮杀手已经死了 电话那头忽然卡壳了 过了好一会 无人机才姗姗说道 那羊皮杀手是灵能者吗 我回应 他是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似乎对我刚回归 就拿灵能者来开张有些惊恶 考虑到无人机 是我今后需要经常合作的情报商 我觉得自己或许应该稍微澄清误会 而非像是对待其他黑色地带居民 一味地塑造我很凶狠的形象 我说 还有 我觉得你对我有什么误会 其实我对杀人并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 听到我这句话 无人机又又沉默了 我的这句话到他耳中就毫比 从一个变态杀人犯口中说出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一样 他回神以后 对我说道 那您想调查谁 我缓缓吐出两个字 亚当 他接受了我的委托 当天晚上 我的警员老爸给我打来电话 说今天局里有事 他就先不回家吃饭了 当然我也习惯了 我一边做着晚饭 一边思考着与亚当和长谷川的合作 虽然已经决定了 要与亚当和长谷川共同调查神秘组织 但如果没有突破口 那就根本无处发力 唯一的线索羊皮杀手已经被我杀死 其尸体都被我抛出这个宇宙了 而新的线索是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亚当 或者长谷川 我会从什么方向寻找突破口 忽然 我想到了一个十分糟糕的可能性 基于我们彼此间还不够了解信任 他们必定不会放弃寻找羊皮杀手 无论是身为情报商的亚当 还是身为灵媒的长谷川 都是收集情报的汉邪宝马 一旦他们找到我的陷阱之地 极大的概率会被那股无法言说的 扭曲崩坏的力量影响 必须马上阻止他们 当我拿出手机要联系亚当的时候 亚当却给我打了过来 看着他的来电 我突然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我接通电话 果然 从他那边传来一个噩耗 长谷川疯了 我来到他所说的医院 当我从病房外向里面看去 却看到长谷川瑟瑟发抖的环保双吸 护士小姐姐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想要给他注射一支镇定剂 先生 别怕 我要过来了 在护士小姐姐靠近的瞬间 长谷川暴射而起 如同大猩猩一般发出咆哮 似乎在警告着众人 不要靠近他 护士和医生都被吓得逃离了病房 亚当郁闷地对我说 如你所见 他根本无法交流 我不友好的看下他 我之前应该强烈警告过你们 不要再寻找羊皮杀手的尸体 亚当苦涩笑了笑 说来话长 随后我跟他一起走入了病房 我一走近 长谷川抬起面孔 在看到我的瞬间 他的脸上居然流露出无比惊恐的神色 慌忙地离开床铺 蜷缩躲到墙角 亚当立马跑了过去查看情况 此刻的长谷川背部紧紧贴住墙壁 一边忐忑不安地咬着手指 一边眼睛瞪大地看着我 亚当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知道长谷川怕我 但也不至于如此害怕才对 难不成 他在寻找羊皮杀手尸体的过程中 不小心占卜到了什么 在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的同时 还看到了作为始作俑者的我的面孔 因此 我的面孔唤醒了他的心理创伤 亚当果然起了疑心 他转头看向我 他很怕你 我反问 他不是一直很怕我吗 接着我冷冽地看着他 难道是长谷川不听劝告 一意孤行 亚当说道 一言难尽 我们还是出去说吧 来到外面吼 亚当坦白道 你没猜错 我们确实认为找到羊皮杀手的尸体 是追踪到神秘组织的唯一机会 事情发生在早上 在路上长谷川对亚当说道 就算不给我尸体 哪怕有羊皮杀手临死前残留的血迹或者遗物 我就足以借此占卜出他过去一段时间的行踪 无面人又不肯给出拒绝的具体理由 这样的合作太远 让我无法信任他 亚当说道 走吧 我应该知道羊皮杀手是在哪里死去的 无面人从出发 到找到羊皮杀手 再到将其杀死 全程只花了最多两个小时 他很可能是在我给他的情报中标注出 羊皮杀手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 完成他的行动 亚当突然想到什么 然后对长谷川问道 昨天 你与无面人对峙过程中 表现得很奇怪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长谷川瞬间紧张起来 他感觉无面人很恐 似乎能够预读他接下来的所有动作 就比如昨天 在他想要给无面人一个教训的时候 有那么一个瞬间 他看到自己伸出的手臂被打断的话 而且无论他当时在那一瞬间做了什么动作 最终都会不可避免的被无面人重伤 亚当此刻有些意外 他问道 你的灵感那么敏锐 却也会被无面人预读动作吗 长谷川叹了口气 我的灵感足以预读到对手的下一步 但像是他那种战斗经验丰富的人 甚至能够预读到我下一步的下一步 我在这方面是没有优势的 亚当听到后感慨道 看来无面人比我所知的还要可怕 还有其他的吗 长谷川继续说道 还有的话 我事后也才注意到 他的存在感原比一般人更加稀薄 仿佛周围的环境是水 他把自己溶解到了水中 他应该是精通武术吧 所以很擅长遮蔽自己的气息 再加上他是个不具备灵能的一般人 仅凭灵感去看 他的存在感原不如灵能者 所以很容易就忽略过去 连我这个灵媒都这么想 恐怕一般的灵能者根本无法凭借灵感锁定到他 亚当说道 你说的没错 过去被他手认的灵能者 有不少是被他凭借暗杀技术杀死的 一身灵能连发挥的余地都没有 我在想 虽然无面人身上疑点重重 但是如果他抱有敌意 相信凭他的实力 我们活不到现在 而关于羊皮杀手的尸体 若是无面人想要欺骗我们 也犯不上说出那种拿不出证据 又缺乏说服力的我 让自己显得更加不值得信任 长谷川说道 照你这么分析 难道我们真的要听无面人的话 放手不成 来到情报上得标祭典后 亚当率先走下车 并说道 接下来就让我独自调查吧 我身上有分化之症 不会轻易陷入绝境 亚当神情肃然地看着前方 这时长谷川说道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保持五百米的距离 万一有突发状况 我也可以帮你 就在这时 长谷川身躯一颤 猛然倒地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脑袋 下集预告 被黄医教主哈斯塔影响了长谷川 我发现了一本古老的邪书 通过献祭他人生命 从而获得异宇宙神的赐福 没错 我举行了这个仪式 跟我交易的异宇宙神 名为哈斯塔 相信评论区 有人会了解这位黄医教主哈斯塔 本集故事开始 长谷川来到我的献祭之地之后 他似乎陷入了置幻之境 他身躯一颤 猛然倒地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脑袋 亚当担忧地看着他 长谷川像是被什么不可名状之物所缠绕 那不可名状之物 在他的意识中爬到了他口腔中 一瞬间 窒息赶袭来 他疯得一般大口喘得粗气 可那不可名状之物 越来越多涌入他的口中 他猛地抬起头向下砸去 以求那不可名状之物从他口中出现 在他意识恍惚之际 他似乎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 在他眼中 各种奇形怪状的怪物都在注视着他 而怪物最上方 黄医之主哈斯塔 手持静咒之术 一脸悄然地看着这个闯入主 他不以为然地随便伸出一只畜手 毫不留情地朝长谷川按下 紧接着长谷川的意识陷入了昏迷 亚当看着口吐鲜血晕厥的长谷川 一时间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听完亚当的陈述之后 我问道 长谷川发疯在昏厥时 你们距离目标的那条小街 有多远 他回应 大概有五公里 他忽然想到什么 对我问道 我记得你当初说过 你对羊皮杀手做过特殊处理 会不会是你现场残留的影响过于强烈 使得距离现场 还有五公里的长谷川的灵感 被动接收到了某些信息 然后他疯了 我冷哼一声看着他 我也是因为这一点 才阻止你们去调查的 忽然医院里传来一声嚎叫 我和亚当立刻反应过来 那是长谷川的声音 等我们到病房的时候 只见长谷川痛苦地跪在地上 开始猛烈地撞击额头 亚当急忙跑了过去 长谷川 你疯了吗 快停下来了 你忘记你妹妹了吗 长谷川听到妹妹后缓缓停了下来 亚当寻寻善诱地说道 是的 他有攻击的意图 立刻对亚当提醒道 小心 可亚当被长谷川一把抓住手臂 随后他张开獠牙 对着亚当的脖颈处就是一口 在被即将咬到的时候 亚当的身影莫名暴退 我转头看去 这就是亚当的分化之症吗 等我看清楚上面刻着的画面时 我不由一惊 亚当居然用的是 连普通人都使用的稀有品质 来不及继续多想 我便在这一刻冲向长谷川 魔化长谷川同样朝我袭来 我看准时机 右腿如同长毛般全力图刺 在我右脚接触到他的时候 却浮现出灵能护甲的光辉 不过曲续灵能护甲又如何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瘸子了 下一刻 长谷川身前的灵能护甲猛然破损 而我这一脚静止崩入他毫不设防的内脚 他如同皮球一样倒飞出去 最后重重地撞击在墙面上 此刻的长谷川口吐鲜血 其内脏也收到了破坏 亚当看着他问道 他没事吧 我说 没事 只是伤了内脏而已 无妨 这种程度的内脏伤 对一般人来说是致命伤 但对于灵能者来说 无非多花一点时间恢复而已 此刻的长谷川眼神通红 下一刻 他身体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跳出来一点 亚当惊讶地问道 他怎么了 我看着他的情况 分析到 他的灵能失控了 正在魔化 亚当看着已经变成怪物的长谷川说道 灵能是通过妄想来影响现实世界 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居然开始忘记自己是人了 亚当转头看向我 长谷川他 他会沦为魔物吗 我看着已经刚魔化完成的长谷川 说道 不好说 如果魔化时间一长 他或许真的会沦为魔物 魔化后的长谷川恢复力惊人 刚刚被我踢伤的身体 现在居然恢复了 亚当在一旁对我提醒道 你要小心 长谷川能预判你的动作 长谷川眼神一颤 他动用了灵觉 下一刻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但我预判了他预判的预判 因此躲过他这一击 忽然他的眼睛变成了蓝色 这是他用灵能强化灵觉的表现 我当即上去就是一拳 趁他还没强化完成 先奏再说 虚间 封魔长谷川两只眼睛 彻底固化为蓝色 这表示他已经用灵能强化灵觉完成 这个时候 我不能率先进攻他 以免自己攻击的时候 暴露出更多的破绽 此刻战斗的走向 都要看长谷川下一步会怎么行动 他似乎对我充满了忌惮 一时间不敢轻举乱动 下集预告 逃跑的魔物长谷川 这个男人上一刻还是个正常人 下一刻他却化身为魔物 当然他变成魔物肯定和我脱离不了关系 只因他来到我的祭祀之地附近 被残留下来的哈斯塔气息所影响 从而失去原性 化身为魔物 本集故事开始 由于魔物长谷川 动用了灵能来强化他自己的邻居 因此我不敢轻举乱动 所以接下来场中的变化 都要看他下一步的行动 魔物长谷川警惕地看着我犹豫片刻 下一步 他猛然向我袭来 我紧绷着全身的肌肉 准备迎接他接下来的攻击 可谁知他却没有攻击我 转身就逃 而我只好也跟着跳了下来 这魔物长谷川用灵能强化后的邻居 居然如此厉害 他居然预知了和我过招后的结果 从而选择虚晃一招后逃跑 当我落地后 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而没一会亚当也跑过来 询问长谷川呢 事已至此 我只好承认自己的失败 对不起 让他跑了 他说的 不是你的错 我沉生说道 羊皮杀手的线索 是在我的手里弄没的 而且长谷川的魔化 也跟我似有关联 虽然是我提出要加入你们 协助你们调查神秘组织 但到头来却尽是帮了道忙 可谁知亚当却没有丝毫的消极 而是说道 这么说来 你倒真的有点像是神秘组织 打进我们队伍的卧底 我一时间哑然 然后说 长谷川对我的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 你难道就不怀疑我吗 他却不以为远 继续说道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偶然 但是 我更加相信自己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 而且 我相信你是伙伴 我有些复杂的看着他 然后道 希望你有一天不会因为这个判断后 亚当面露思索 到了现在 该好好计划下今后的时候 我问道 你有什么妙计吗 他摆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这倒是没有 现在只能先从收集情报的阶段 重新开始了 我注视着他 既然如此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猫 他道 你说说 看我是否力所能挤 这时 从住院部一楼传来了呼喝声 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往这边赶过来 似乎要问我们刚才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往那里看了一眼 然后回头问 你会开车吗 亚当也正好收回目光 会 在车上 他有些疑惑地说道 话说 长谷川魔化的原因是什么 我真是不理解 我对他科普道 你应该知道 每一个灵能者对于灵能的使用 都是凭借心之所见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想象力 如果我是一位操控重力的灵能者 我想用灵能攻击你的前提就是 我在心中看到了你被重力反复摇摆的样 亚当回应 这个我知道 可就是不知道长谷川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才会变成魔物 虽然我很想什么都不打你 像是看电影时要求其他人不剧透一样紧闭嘴 但 但你到底准备如何解决那些所谓的残留影响 我说 物质一个简单的仪式 隔绝空间将泄露出来的影响 关押在狭小的空间里 你可以理解为 那里有一坨很臭的 嗯 物质 亚当插口说道 当你用坨这种计量单位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了 不必特地换成物质这种比较体贴的词语 我继续说道 而我则要做个密不透风的概念 将那坨物质泄露的臭味封闭起来 以免周围一带再次出现像是长谷川那种嗅觉灵敏动 隔着数公里就被熏得失去理智 忽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 打开一看 是无人机发来的 关于黑色地带情报所亚当的档案资料 下集预告 亚当的真实身份 女子被我带到一处小厢内 神情莫名变地待置起来 后面甚至彻底失去意志 只能有我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在这期间 无徐夫保证什么都没做 要问她为什么少知心 请往下看 本集故事开始 我抬头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亚当 发现她并没有注意到我这边 我就点开了无人机所发来的档案 亚当的真实姓名为 克洛伊·迪卡普里奥 他就职于 和离市手电报社 是个记者 而其过往履历更是丰富 本身大学高材生 因为揭穿了娱乐公司潜规则女星 从而名声大噪 后面被人陷害 被迫开始调查危险的黑帮新闻 目前正在采访有关于 连环杀人犯羊皮杀手一案 看完她的资料 我心中对她的所有疑惑就烟消云散了 亚当注意到我一直在看手机 因此问道 你在看什么 我收起手机说道 没什么 继续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 来到那条小巷后 才当下车 亚当就感觉到身体有些奇怪 我问到具体是哪里奇怪 他停顿了几秒对我说道 你感觉不到吗 我努力的感受 可一无所获 我的灵感比一般人迟钝的多 亚当拉了拉铃口说道 我对他建议道 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 车留下就好 亚当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坚持说道 不 还是让我跟着吧 我也没多说 因为我自己感觉不到那种窒息感 我跟他转过一个相告 对他说道 你不是一直想问吗 这里就是我曾经击杀羊皮杀手的地方 我本以为他会好奇 但他神情呆滞地继续向前走 我疑惑地叫了他一声 可他仍然没有反应 而当他鞋尖接触到墙壁的时候 我猛然发现 他的鞋尖居然穿透了墙壁 我没有任何犹豫 一把将他扯了回来 摔在地上 我又喊了他一声 他茫然地看向我 然后问道 发生了什么 我转过身 蹲下来 摸了摸墙面与他鞋尖接触的位置 但这是真是的墙壁 我转头看去 只见他鞋尖上诡异物质正在不断蔓延 我立刻冲了过去 将他脚上的鞋子脱掉 然后摔倒一跑 请客间 鞋子已经完全被诡异物质所包 亚当瞳孔溃散神情呆滞问道 怎么了 我看了他一眼 看来这里残留的影响 正在让亚当逐渐失去神志 把他留在这里 可能不太安全 我将呆滞的亚当拖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并嘱咐道 你待在这里不要走动 我等一下就回来 我见他呆滞的回忆 怎么了 叹了口气 便转身离去 我可没有在这期间做什么出格的事 因为 无奈徐福 是个正经人 来到献祭之处 我从口袋中拿出镇灵之笔 镇灵之笔整体血红 在尾部有着两颗血红窟 现在我将要开始布置仪式 这只镇灵之笔 是我以前不少钱 才从黑色地带的商人手里买到的 他能够代替大多数绘制仪式图案时 需要用到的材料 并且便携 耐用 很快经我之手 一个血红色的图案被绘制在墙壁上 当我绘制完最后一笔时 不远处的路灯突然没了亮光 使得整个小巷内一片昏暗 片刻后 小巷内的阵法透露着邪恶的红光 我看着散发红光的图案 希望他能管 随着红光隐退 我听到了一声充满困惑的 我回头看去 只见刚当呆滞的亚当恢复了神情 正在疑惑自己脚上的鞋子去哪里 他望向我 想要从我这里获得答案 我看着已经恢复的亚当 就知道 一事奏效了 我一顿粗描淡写的解释 亚当若有所思地说道 原来如此 我差点进入了小巷镜头的前面 我看着光脚的他 开口道 要不要我把我的鞋子借给亚当谦虚道 这样不好吧 我回应 不要就算了 看来徐福还是不懂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因此可出徐福奶之奶 本集完 下集预告 亚当身足 我的眼睛一颤 那只被诡异物质包裹的鞋子突发一笔 化为一只猙獰的怪物 在我惊恐的目光中 他一口咬向亚当 那只怪物杀死亚当后 我全身肌肉紧绷 这时亚当注意到我的神情疑惑的问答 怎么了 我揉了揉太阳血 看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眼睛产生的幻觉 第二天早晨 我在家中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习惯性的看看今日新闻 无疑 我发现了长谷川的踪迹 他居然袭击一家制药集团技术顾问 我当机拨通了亚当的号码 不久后 我们两人在一家咖啡店内相见 我整理着资料说道 看来长谷川确实是怀着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他说不定早已掌握了神秘组织的本体 却出于某些理由 并不告诉我们 而这家合离制药公司或许就是神秘组织的本体 亚当提起兴致 何以见得 我掏出手机 你看这是长谷川的那段视频 在被长谷川袭击的时候 此人大声呼喊我不知道 求求你放过我吧 而长谷川口中同样在喊道 还有多少人 谁给你的配方 亚当假设道 如果神秘组织真的是这家公司 再结合长谷川的风言风语 那么 是否存在一个幕后黑手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这时 他从身旁的包包中拿出一封资料 递给了我 我这里还有些特别的资料 或许你可以看看这个 这一张资料 介绍的是一个名为 锦上职人的23岁男性 父亲是何离制药的老板锦上人坛 母亲就姓林木 如今叫锦上光 他的母亲锦上光 在五年前因交通事故而沦为职务人 至今未醒 而他自己本是何离大学金融系高材生 毕业以后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 一周前突然失踪 我看了看资料上面贴着的锦上职人的半身像照片 这个青年有着俊朗的外貌 炯炯有神的双眼 虽然我理应从未见过他的面孔 但似乎又在哪里见过他 我仔细观察他的头颅形状 肩宽和胸宽 喉咙粗细和皮肤色泽等等细节 初步确认他就是长谷川 如果说何离制药真的是神秘组织的本体 而长谷川则是何离制药的老板 那么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才会选择与神秘组织为敌 为了被神秘组织绑架的妹妹 但资料上说 他是独生子 根本没有妹妹 亚当你还有其他没说的事情吗 他笑了笑 当然有 其实今天下午 我凭借分化之政的力量 潜入了何离制药公司 并且做了一遍初步调查 我好奇地看着他 那结果是 亚当说道 在里面有一处能够隔绝灵能的房间 我的分身无法进入其中 因此我也无法通过交换自己与分身的位置进入其中 我提醒到 神秘组织是知道你有分化之政的了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这是神秘组织所做的预防措施 以免你真的调查到了他们本体的损 然后悄然潜入内部 盗窃某些重要资料 他摇头 不 从痕迹来看 那房间是很久以前建造的 目的应该是防止其他灵能者用法术 从外部探查内部 里面有重要资料应该是真的 只是必须用高层的指纹进行 认证才可以开门 我看着他问道 那你有办法吗 他便笑着从胯包中拿出一副薄薄的肤色胶纸手套 得意笑道 那还用说 我已经偷偷采集高层的指纹 用精密机器刻录到这副手套上 制作不易渴望小红花鼓励 谢谢 下集预告 雌雄双道 发现疑似神秘组织的公司 我和亚当决定前去友好的拜访一番 当天晚上 9点45分左右 我和亚当整装出现在和离制药公司附近 我头戴乌鸦面具对他交代道 由于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前路 肯定会有合作不当的地方 所以不如你自己动用分化之证 先进入建筑内部 我稍后会想办法与你会合 亚当点头同意 然后拿出黑色卡片的分化之证 只见一道外表与他别无二致的幻影 从他身边浮现 那道幻影缓慢渗透不围栏 见此情景 我也要抓紧时间了 我剑拳的腿部发力 一跃跳到围栏顶部 在围栏上的时候 我发现两名安保就在我附近巡查 我有办法了 我决定先将其中一个打晕 随后换上他的衣服 再潜入建筑内部与亚当会合 说干就干 我从围栏顶部一跃而下 趁其不被一击敲晕其中一人 另一人反应过来 可惜为时已晚 我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我一记手刀劈了过去 想要以此隔着头盔阵晕晕他 可惜第二人已经反应过来 动用了灵能护甲 我只好先行后退 不是我击碎不了灵能护甲 只是我不想伤害其他人 只想隔着头盔打昏他 所以才受了劲 大意了 没想到这里的安保居然是灵能者 没再犹豫 我便再次俯身冲了过去 这一次那安保已经彻底反应过来 我的拳头落到了他架起的手臂上 这一拳我没有留守 一生清脆的骨头声响起 这击的效果 在胸口上的对讲机传出了声音 无阻定时汇报 无阻定时汇报 我眼神冷冽地看着他 没想到这小子挺上道的 他摘下对讲机 报告 无阻没有异常 说完他关掉了对讲机 忐忑不安地转头看向我 你 你是无面人吗 他又想了想 或许 自己不该问这么蠢的问题 标志性的面具 还有 在这座合离室 能够徒手越过灵能护甲 直接攻击灵能者的普通人 恐怕也就只有你了 我手持甩棍棍道 你又是什么人 他缓缓起身 我其实不是这里的安保 他边说边从口袋中 拿出一张证件 我是一名警察 我看着他问道 警察为什么要装成 合离制药的保安 又为什么要隐瞒 我潜入进来的事情 他虽然戴着头盔 但我能从他语气中 听出他现在是激动的状态 其实 其实 我是你的支持者 虽然这么说有点古怪 但这句话 其实并未让我特别吃惊 这必须要从我当年 为什么与合离室的 灵能罪犯们为敌 开始说起 当年的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探索成为灵能者的途径 其中有这么一处 看似有些可行性的入口时 在其他灵能者死亡后的短暂时间 通过仪式手段 从生机尚未消异的尸体中 提取出来含有丰富灵性的血液 再以这种血液作为主要材料 配合其他辅助材料 炼制鲜血心眼魔丸 制作不易 渴望小红花鼓励 下集加班制作 在我发现那本哈斯塔血迹邪术之前 我也遇到过另外一种 惨无人寰的炼丹术 首先要在其他灵能者死亡后的短暂时间内 在生机尚未消异的尸体中 提取含有丰富灵性的血液 再以这种血液作为主要材料 配合秘法 炼制鲜血心眼魔药 这是一种可以临时提升灵感的药物 如果我能够借助鲜血心眼魔药的力量 迈出这从0到1的一步 那么我就能够在药效仍在发挥的短时间内 设法直接成为灵能者 再回过头来 强制固定住灵时提升的灵感 问题是上哪里杀这么多灵能者 我无异于杀害那些震惊生活的灵能者 既然如此 那就只好对黑色地带这些双手涂满鲜血的灵能者下手 如此进行了一番隐秘活动以后 我在河黎市黑色地带的名声也打响了 他们最初称呼我为从地狱归来的复仇者 最终在我重伤退营以后 我又成了无面人 就这样我成为了这座城市暂时的意见 一个游离在阳光之外打击犯罪组织的黑暗英雄 一个对政府失去信赖的司法制裁者 于是自然也就出现了支持我们和反对我的人 那警察担忧地看着我说道 你已经消失一年了 大家都以为你死了 但我相信你一定是在哪里养伤 一定会回来的 他热心地追问 你是想要潜入这家公司吗 这家公司有什么问题 我看着他回应 另外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道 你是说我们警察伪装成保安的理由吧 其实也不复杂 白天不是出现了一个疯狂的灵能者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袭击合理制药的技术部问了 我们队长怀疑那个疯狂的灵能者 有可能对合理制药不利 就与合理制药的高层商量了下 然后带着少数精英过来 混入保安队伍 如果那人出现在公司周边 就立刻将其逮捕 我问道 你们队长叫什么名字 带了几人 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队长是徐盛兴 总共带了九人 我没想到这次的对手之一 会有自己的老爷 在他回答完我的问题后 我有好的将他击晕 毕竟我可不想把自己的行踪 交给他人保管 我换好他的衣服 气定神闲地向外走出去 镇守正门的安保看见我问道 现在还没到换班时间吧 我夹着嗓子回应 上个厕所 他说道 你不会直接在草丛那边解决 我回应 被公司里的人看到 岂不是给老徐丢人 他点了点头 快去快回 别让老徐看到你善离之手 不然非得把你捎手了 放心 我说完以后 直接走了进去 我的脑子里还在想着自己的老爹 在我转过一处拐角的时候 一把左轮手枪悄然 顶在我的脑瓜子上 词字笑的互殴场面 特级灵能者父亲徐胜星警长 地下黑暗势力一方 霸主儿子无面人 这两人心怀鬼胎相互试探 本集故事开始 在我转过走廊拐角处时 亚当手持一把左轮对准路 我打开头盔面罩对他说道 是我 在他看清我面孔后 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 我走过去 将打听到的情报跟他说了一遍 我得到消息 警方有九位灵能者 以保安的身份潜伏在这里 而且领队的徐胜星是一名特级灵能者 亚当听完消息 若是真的变成那样 那我也只有拼死挣扎了 我瞥了一眼他手上的左轮说道 你要用手枪与灵能者战斗 他笑着说道 当然不止如此 我还花掉自己的大部分存款 通过秘密途径 购买了一些撤灵弹 这是连灵能者的护甲 也足以击穿的特殊弹头 他边说边从裤兜里 掏出几颗血蓝色的子弹 伸出手向我展示 曾经 我在被追杀的时候 可不是只想着逃跑 也有在做随时反击的准备 虽然撤灵弹对特级灵能者不管我 但若是拿来对付一级灵能者 还是能够奏效的 对付二三级的灵能者 更是完全不在话下 我看完对他补充道 前提是你能打到 他举起枪对准了我说道 到了必须战斗的时候 打不到也要往死里打 我才不是那种被人追着杀 却只知道抱头鼠窜的女 谁敢杀我 我就敢杀回去 我心想 原来如此 作为一名涉足黑色地带 仅一年的女性来说 这倒也是值得钦佩的思想觉悟 他笑着对我反问 这种时候 不是应该表示钦佩吗 我故意说 但你刚才说的 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亚当转身失落叹息 感情这无面人 是个不过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直男 你跟我来 我知道位置 在亚当分化之正的能力下 我跟他一帆风顺地来到目的地 在门外我对他说道 你去开门 我会布置好仪式 免得有人闯过来 怎么摆平监控不用我教吧 亚当套上肤色胶质手套在一旁开门 我则趁机开始布置仪式 正灵之笔飞快地在我手中 不就之后仪式便被我布置完成 亚当这边大门也成功打开了 在门的后面 摆放着一些书架式的铁架子 上面放着很多纸质资料 我跟亚当刚走进去 下一刻铁门忽然砰得一下自动关门 房间的灯也全部打开了 刚才还很黑暗的房间 顿时亮如白照 房间中的景象也大为不同 眼前哪里还有什么铁架子 哪里还有什么纸质资料 只是一片空荡荡的大号房间 对面站了一男一女 守株待兔一般地站在里面 向我们看来 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反倒是他们惊讶地看了过来 其中的女性说 不是锦上之人 她也不是那个记者 边上的男人也说话 她看着我们 问道你们两个是谁 事到如今我也立即反应过来 这是一个陷阱 于是沉申回应 这个问题现在还有意义吗 男人这边说道 无论如何 既然能发现这个房间的特殊 就说明应该都是灵能准 既然解开了指纹锁 就说明是来探查 和离之要秘密的窃贼 没有手下留情的必要 都杀了吧 下集预告 决斗 以凡人之躯对战一级灵能者 看我能否成功 本集故事开始 男人眼中透露着肃杀之气 全部杀掉 身旁的女人转头对他提醒 当心别发出太大的声音 虽然这个房间有做过隔音处理 但你的战斗方式还是太猝狂了 这是我开口 安保人员每30分钟报道一次 我们的时间大约还有15分钟不到 亚当虽然神情凝重 但也没忘记此时挖苦我一下 如果你之前没把自己的支持者 积晕过去 现在可是要多少时间 就有多少时间了 我咳嗽两声来缓解我的尴尬 对面的男人听到我们这边的队伍 出言不屑道 你们真的认为自己有胜算的可能 说话的同时 他抬起了左脚后跟 用斜肩扣击地板 地板上瞬间浮现出了 密密麻麻的湛蓝色纹路 遍及了房间的所有地板 这显然是某种灵能浮阵 起初我还很是戒备 然后低头看了看 却在分辨出扶阵来历以后 不仅感到一阵错误 因为这个扶阵的效果 跟我与亚当没有半点关系 这是个带来错觉的灵能扶阵 并且也绝不冷的 我以前在书籍上看到过几次 扶阵的具体效果是 能够让进入扶阵范围内的灵能场 产生感觉不到自己的灵能的错误 进而使其无法驱动灵能 就在这时 亚当属然举起枪孔 后再弯击 率先攻击 而对面的两人 则立即避开了他的设计轨道 这是在防备撤灵弹攻击 他们当然不知道亚当购买过撤灵弹 但只要是没把脑子 忘在枕头上的灵能承 都会严加防备这种可能性 随着枪声乍响 弹头撞击在地板上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弹坑 女人似乎凭着这点痕迹 看出来了什么 然后转头望来 居然只是普通弹头 男人不屑一顾的笑了笑 那他们完蛋了 话音刚落 他们一男一女 分别朝我和亚当冲了过来 男人好像把手臂当成了长枪 猛地向我回来 一击没有击中 男人动用了灵能 使其手臂巨大滑 他抱贺一声 双拳再次向我袭来 我身形一跃 同时我的脚下传来地面 被砸出一条巨大祸口的动静 整个房间都动摇了一下 男人兴奋地看着我 小子不错 被杖灵之术限制 还能避开我的攻击 不远处的女人发出烦躁的大喊 我都跟你说过了 别弄出那么大动静 男人再次加大灵能的使用 此刻他的声音透露着一股肃杀之气 我会的 瞬间 无数拳影朝我砸来 这一刻 我明白了 他想置我于死地 等他停下攻击后 我立即爆发速度 抢先再次来到他的身前 他不懈地看着我 我有灵能护甲 你在杖灵之术内 你用不了灵能 我眼睛坚毅 不予理会 右拳蓄力 一拳稳稳当当地打中了他的胸膛 这一拳的攻击力 甚至还在上次战斗之上 很多武术家都希望通过情绪爆发的力量 方便自己突破大脑对肌肉的安全限制 然而对我这种武术家而言 爆发情绪有着更上一层的意义 那就是在一瞬间分泌出来大量肌肥 并且驱使更加密集和剧烈的神经电流信号 或使肌肉过激响应 从而发挥出来超越极限的力量 他被我这肌拳净击碎了内脏 同时断绝了他所有的生机 他的身体倒飞出去 轰然撞击在墙壁上 墙面凹陷下去 周围站开了一条条猎纹 我眼神冷冽地看着他 对于想要杀我的人 我从来都不会留守 而且谁告诉你我杀你要灵狼 这时我注意到了正在追逐亚当的女人 在我刚刚战斗过程中 亚当和这个女人在疯狂地缠斗 也无非是亚当用分化之症愤出唤影 一边互换位置 一边四处逃避 你追我赶而言 此时女人见到伙伴被我杀死 立刻抛下亚当 一脸暴怒地向我突进过来 而后方的亚当 与数米外的亚当幻影 则同时悄然转动左轮手枪的弹仓 枪口对准女人 他这是要用灵弹啊 随着枪声炸起 女人的头颅陡然炸裂开来 亚当此时的背影绝对散 制作不易 望点赞支持 下集一放 我与老爸徐胜兴之间的战斗 绝对精彩的父子互打场面 当无恋人与自己老爸相遇 会爆发出什么火花 本集故事开始 亚当杀死那女人后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原来你的分化之症 能分出的幻影不止你 他没好气地说道 我也要留一手吗 我亚当信得过你无面人 但你无面人却未必信得过 我这个出卖过合作伙伴的幻影人吧 万一你在关键时刻 忽然回忆起了自己以前的经验 竟然感觉这个亚当 看上去好不顺眼呢 想要黑吃黑 那我也要有一张自保的底牌才是 我看着他反问 然而你却在这种时候露出了底牌 他神情莫名认真起来 如果在并肩作战的时候 还有所保护 甚至最终导致恶劣后果 那就是我的人格问题 这时他又故意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 而且你又如何能知道 我是不是还有第二张底牌呢 还是想想怎么出去吧 他看了一眼门旁边的刷卡器 看来必须要用钥匙卡 才能通过这扇名 我走到了女人的尸体那边摸索起来 既然这对男女在这里做埋伏 那就说明他们应该有离开这里的钥匙卡 忽然 我想起一试 然后装成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样子询问 你的真实身份原来是记者 但他们似乎只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却认不出你的情报商身份 而长谷川之前好像很赌定神 秘组织知道你的所有身份 并且还会来袭击作为情报商的你 亚当回答的同时 也摸索起了男人的尸体 他沉声回应我 为了安全起见 我一直是以神秘组织知道我所有身份为前提活动 也是这样告诉长谷川的 随着对话结束 我迅速就完成了摸索的程序 钥匙卡没找到 反而找到了两个古怪的物品 一个是透明的玻璃盒 里面装着一根银色的短针 另一个则是呈有黑色的木质面板雕像 外形看上去像是前世复活节倒的石雕 另一边 亚当也相当迅速地结束了摸索 他同样找到了两个物品 一块表面画有奇怪符文的石头 小巧的能够直接握在手心里 另一个则是呈现银色的钥匙卡 这时 房间角落的喇叭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他连忙站起来 用钥匙卡打开了门 这边战斗的动静太大 被人注意到了 我跟着他走出房间并提出建议 你先自己撤退吧 我混进保安里离开 他点头同意后 就用分化之政替换自己与幻影的位置迅速撤退 我马上转过身 沿着走廊跑步移动 就在这时 走廊拐角处走出来一个人 他声音中透露着一丝疑惑 这里应该没人巡逻才对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立即说出了谎言 我的组员刚刚说要进来上厕所 然后人一直没回来 等我看清他面孔后 赫然是自己的老爸徐盛兴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我 但这里可是四楼 而我只能继续说 我找过了一楼到三楼 都没找到 但负责守门的人说刚才没人离开 所以我只好上四楼找找了 此刻我在心中暗躲 自家的老头子果然没这么好对 徐盛兴点了点头 确实 刚才进来的时候 守门的人跟我讲过 有人进来里面上厕所 但很长时间都没出来 看来是在偷懒 又是阿德莱德这个小子了 你是跟他组队的 回去以后我非得狠狠屁他一位 你也给我好好说说 头盔吓得我硬道 我会的 接着他对我挥了挥手 你走吧 警报还在响呢 这里我一个人就行了 你去其他地方搜查 我转过头准备离去 心中刚松下一口气的时候 身后方陡然升起了强烈的杀机 一道无比灼热的力量冲击过来 你有跟自己老爹打过架吗 精彩无比的决斗 本集故事开始 在我转过身的时候 身后突然爆炸 一股炽热无比的力量 从得一般朝我袭来 片射间 整个楼堂都充斥着爆炸的余波 我也未能幸免于此 徐胜兴不慌不慢地抽出一根烟 冷坑一声 不过是个鬼鬼祟祟的贼 反应倒是挺快的 而此刻我也反应过来 这老家伙 我就知道他在说出 阿德莱德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在炸我 他眼神犀利地盯着我 用着审判的语气 你就是在白天袭击 何离制药技术顾问的男人吗 名字叫什么 现在束手就擒 至少可以免去一身烧伤 我对他反问 这话听上去好像很有善 那么之前的火球又是怎么回事 他不屑地冷笑一声 你难道不会用灵能护甲吗 刚才的火球 最多只会把你炸个半死 何必如此害怕 我对他的恶言恶语充而不容 听着 我不是白天的袭击者 他似乎默不关心 那你是谁 我回应 吴面人 听后他右手猛然升起熊熊 刺激待发地看着 吴面人早已退出何离市 你若是真心想要扯大气 何不自称小魔局的战斗专家 既然你不愿意做 那我就好心地帮助你一把 别客气 我这人向来乐善好施 闻言后我下一刻全身紧绷 对他发出最后的痛苦 不要逼我杀你 他朝我袭来的同时嘴中冷哼 这句话 若是正牌的吴面人说 那么我真的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去戒备 否则没准真的会被杀掉 但是你 别笑死人了 他的掌心陡然爆发出火球 最后化为火海迅速朝我追逐过来 在狭小的楼道中 我根本没有太多地统黑对 而且在我逃离之前 我肯定会被火海率先烧成交尸 必须反击才可以 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招 如果说人体是一台无比精密的传动机器 那么毫无疑问 人绝非这台机器的熟练使用者 任何人在发动力气的时候 都会在肌肉与符合传动的过程中 损耗很多能力 哪怕是讲究全身协调的武术家 也无法完美地回避这一点 莫如说 正因为武术家在运动身体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让更多的肌肉参与了传动环节 所以反而在力量输出 增加这个看似血人的结果之气 又在过程中无谓地损耗了更多的能量 但如果能将身体传动环节 所有的力量能动 哪怕不是所有 而绝大数力量损耗会统统回避掉 让力量本身化作纯粹的杀伤力的话 就可以一面通神 随着这一集 徐圣星整个人飞快地向后倒飞出去 此刻我的心里无比痛快 老东西 你不是经常说工作忙 没时间陪我忙 那我就好心地帮你一把 打个半死 当为你请假吧 别客气 我跟你一样乐上好事 我看着靠在墙角的他问道 你现在相信我是无面人了 他声音疲惫地说道 没想到居然有那样的一集 必须承认 如果不是火焰分身在 或许我已经倒下了 能做出这种事情 看来你确实是无面人 他的话音刚落 我眼前的徐圣星身躯一呼 紧接着变成一个由火焰构成的人形火影 人形火影再次朝我扑来 下集预告 和自己老爹谈判 我以为我击败过我的父亲 可谁知 那仅是一个火焰分身 接下来我将要接受来自父爱的垂打 本集故事开始 我的老爹被我击败后 瞬息间化为一道火焰幻影 紧接着 他便一头朝我扑来 我再次一拳挥出 那道火焰幻影从我拳风处稍纵即逝 在我身后化为人形 此刻重新凝聚为人形的徐圣星对我询问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何离制药的 我回忆 何离制药有问题 所以我是来调查他的 徐圣星提起来兴致 你要调查什么 我跳起身躲过他的攻击 一问还一问 现在轮到你了 你为什么突然率领队伍 伪装成安保人员 徐圣星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像你这种罪犯 你以为你有跟我们警察 一问还一问的资格吗 他声音冰冷继续说道 我们公安局里面 确实是有那么一小拨人 因为你曾经的行动 在结果上对何离制 有了好的影响 就说你是什么复仇者 什么司法制裁者 甚至是什么狗屁的黑暗英雄 但我从来不那么认为 因为我能够看出来 你打心眼里不在乎什么善良 什么正义 你仅仅是有着自己私人的目的 因此而去与那些灵能罪犯狗咬狗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之所以仅仅以其他罪犯为猎物 是因为你的心中还残存一些人性 但是你能继续到什么时候 你的根子就不对 你早晚会变质 而我绝不会信赖你这种人 我这时开口了 你到底回不回答 我手上还有你感兴趣的情报 我保证你可以不信赖我 但这不妨碍我们坦诚故宫 互相合作 毕竟你带人来这里 在走廊中 那个 我来这里的动机很简单 最近我在调查 何离市这段时间的人口失踪案 经过一系列排查与分析 我怀疑其中一部分失踪者 与近日盛传的羊皮杀手无关 反倒是何离制药的嫌疑更准 名义上是保护 实际上是调查 一问还一问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开口回忆 何离制药很可能将失踪的人口 全部投入了危险性极高的人体实验之中 这是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在向这里靠近 可能是其他灵能警队队员 我还没开口 徐盛兴率先说道 现在不是交流的时候 你先留下联络方式 到时候我主动联络 留下联络方式 如果他在家里联络我 然后同居一室的我的手机冥想 岂不是立刻就穿帮了 想到这里 我说 我明天会自己联络你 你等着就是了 说完 我便从窗口一跃而下 离开了这个地方 没过多久 我就与亚当会合了 在简单的交代了 我这边遇到的情况以后 我们一致认为 既然合离制药公司 本部戒备森严 而一开始存放过 珍贵资料的那个房间 现在也变得毫无价值了 那么 在暂时无法决定 后续计划的前提下 选择与徐盛兴进行合作 也是一条尽管有风险 却也有价值的路线 然后 我与亚当暂时分别 回到了家里 把易容全部卸掉 恢复本来面目 这时从外面回来的老爹 注意到站在厨房里的 有些意外 你还没睡觉 我撒个小伙 上网过头了 正准备睡 今天怎么回来了 他含糊的说 工作出了一些意外 我从厨房中端着面 走了出来 随后问道 你不会是又像以前一样 追罪犯的时候 动手太猛 弄坏了什么公共设施吧 他反射性的说 怎么会 我一边吃着面一边说 你说谎的时候 右手总是握却 他下意识的低头 看了一眼右手 同时 我笑着补了一句 骗你了 瞬间他板起脸来 小孩不要戏弄大人 随后他站起身 嘴中嘀咕道 这次也不只是我破坏了建筑 那罪犯也破坏了一部 结果也被算到我头上 我早晚会把他带给他 我一边吃着面 一边在心中对他鼓励 你要加油 你想要逮捕的人 就站在你的面前 住在你花钱买的房子里 吃着花你钱买的饭菜 制作不易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 下集预告 跟自己老爹谭帕尔 我的特级灵能者父亲 扬言迟早有一天 要带住那个叫无面人的家 而我在一旁大块 赌一个吃着面 同时在心中对他默默加油 你要努力啊 你想要逮捕的人 就坐在你身边 吃你花钱买来的饭菜 住你花钱买的房子 你要好好加油 本集故事开始 第二天 老陈 我的老爸今天没急着去上班 据他所说 是因为工作出了一些意外 所以上集给他批了几天假 他似乎觉得自己应该多陪陪家人 所以跟我约定 说中午一起去看看新出的电影 我一口答应 然后转身回到卧室 以无面人的身份 用工作手机给他发送一条短信 指定了一处地点 要求他前去继续上次未尽的交流 片刻后 我听到卧室的门被敲响 他对我说 我可能要出去一趟 要不咱们改天再看 我在门后有些生气回忆 不是说工作暂时终止了吗 他有些尴尬 工作出了一些意外 我叹息一声 那你早去早回吧 他似乎相当愧疚 对不起 下次我肯定会多抽一些时间陪陪 在他离开后 我便开始一容换装整理出门 碰面地点是一家人气平平的早点地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 像个监考老师一样坐在脚步 面前放了一碗完全没动的咸豆花 我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上次与他战斗的时候 我全程都是易容的面貌 因此他一时间没能认出我 反而很客气地说了一句 这里有人 我说 我就是那个人 他的眼神骤然一变 口吻也从客气变成了肌肤 自己发起的碰面请求 自己本人却迟到了 我不予理会 那么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调查 何离制药的案 他眼神犀利地看着我 他重复了一边共同这个词 然后语气冷冽道 你就不害怕我突然反手 将你们全部带过 送进监狱里 我冷笑地看着他 你不妨尝试一下 但是 如果你没能当场得手 后果自负 我听说你虽然早年丧了 但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弟弟那边在外地上去 而哥哥这边就住在本地吧 那好像是个手脚残疾 单眼失明的少年人 多么可怜 一想到他说不定会陷入 更加可怜的境界 我就倍感同情 他的口吻骤然冰冷下来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重复了一遍 他之前对我说过的话 只可惜我跟子不对 迟早会变智 对吗 他站起身 一把抓住我的灵口 声音如同寒霜地狱 无面人 如果你真敢把我的儿子 把徐府 从我的身边带走 哪怕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将你错过杨辉 连同灵魂也燃烧殆尽 在我们父子友好交流的时候 亚当从旁边走过来 看来气氛不是很友好的样子 徐盛兴看到亚当后 皱了皱眉 是你 我有些意外地问 你认识他 亚当气定神贤的率先开口 以前我在挑动黑帮内斗的时候 也顺便做过公安局的线 好让他们在事后入场收吻 亚当话锋一转 比起在这发火 我希望您可以尝试 用灵魅调查一下受害者的尸体 徐警官 徐盛兴叹息一声 制作不已 记得点赞观众 爱你们 下集预告 我老爸的成年往事 我的父亲居然与长谷川的父亲是故状 而我浑然不知 他们两个更有一段尘封的记忆 本集故事开始 亚当眼神犀利的逼问徐盛兴 他叹息一声 声音中有些抱怨 你以为我不想找到那些尸体吗 我有些诧异 你们也没找到过那些尸体 他神情凝重 所有的尸体都被清理了 初期犯罪一直表现出门外汉的举止 现在他们却显露出了巧妙把握官员心思的人 使了一出一尸二鸟的记词 既拿羊皮杀手充当替罪羊 又给了本地公安一个完美结案的理由 很可能 他们也清楚自己不擅长犯罪 正常情况下是早晚逃不过本地警察追查的 我反问 那他们应该很擅长与官员打交道 很显然你的上级 想把所有失踪记录都推到羊皮杀手的身上 他点了一根烟 默然说道 我可没有那么说 这事我突然想到 神秘组织居然利用官员换解 直接对你施压草率结案 真是小看他们了 亚当忽然说道 但是 徐警官 您其实还有些事情没讲吗 徐盛兴面不改色地问 有些事情 是指 亚当语出京人 您与何离制药的老板 锦上仁泰 是自高中时期以来的好友 不是吗 徐盛兴反问 你再怀疑我与何离制药暗中勾结 亚当悠闲地品了口奶茶 不 我们只是希望您能开诚布公 与我们说说锦上仁泰这个人的事情 徐盛兴回应我确实对他有所了解 但不至于成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亚当反问 魔鬼藏在细节中 或许您认为说了一个语 但万一线索就藏在其中呢 他沉思片刻 最后似乎下定了决心 也好 反正不是什么秘密 我就与你们说一说 亚当此事强调 请事无巨细地说 我会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他呼出一口长气 在讲述过去的徐盛兴 与锦上仁泰如何结识以前 必须先就过去的徐盛兴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工作 高中时期的徐盛兴 一言蔽之 就是个虚构故事主人公一样的人 他自打小学起 就自动觉醒了灵能 却一直不敢公之于众 锦上仁泰 仁泰凭借着徐盛兴残留下来的蛛丝马 推理出了后者是灵能者的事实 却因差阳错 与徐盛兴成为故交 仁泰初中的时候 他的母亲暴露了自己外遇的事实 而父亲则不堪其辱 将其残忍杀害 如今正在狱中服刑 据说案发现场遍布血腥 而年幼的人泰 则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以至于仁泰一直劝说 徐盛兴与徐父母亲 林小冉婚姻大可能悲观收场 不胜其烦的徐盛兴甚至说出了 或许有灵能者 可以帮你制造出完美办理呢 意外的是 燕增婚姻的锦上仁泰 反而比徐盛兴更早的结婚了 锦上仁泰还是一个极富正义感人 他本想要进入警校 却无法通过正审 最终只能改变路线 进入医学院就读 他在那里结识了名为林木光的女性 还没毕业就与其办理了结婚手续 后来他在本地医院就职 又因与黑心医生发生纠纷而离职 转而创业 做起了药物买卖 最终将公司发展为了如今的合理制药 而林木光则为他生了个儿子 取名为锦上之人 也就是如今的长谷川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好景不长 三年前 林木光意外阅读了 含有禁忌知识的书本 继而不幸地沦为植物人 进入本地医院中接受治疗 至今未醒 亚当这时提出了质疑 等等 禁忌知识 这似乎不对吧 在我们这边的情报中 林木光是因为交通事故 而变成植物人 徐盛兴说 都是一回事 禁忌知识使得林木光产生了幻觉 而幻觉又刚好在他驾驶汽车时发作 最终引发了交通事故 至于是什么方面的禁忌知识 我就不得而知了 亚当忽然说道 会不会 那是与林能觉醒药相关的禁忌知识 文言 徐盛兴露出了惊恶的表情 林能觉醒药 制作不易 求点赞关注 下集预告 光明正大进入警局 虽然我有与他提过神秘组织的人体实验 但并未说过实验的目的 很可能是灵能觉醒 于是就向他解释了一遍 我们怀疑神秘组织在进行人体实验 寻求让普通人变为灵能者的方法 所以你觉得这事不是给了锦上人太动静 先成为灵能者 再制造完美半年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摇头 当时我们公安为了防止禁忌知识扩散 还特地做过严格的搜查 所以可以确定 从头到尾只有林木光阅读过那禁忌知识 在大脑中将禁忌知识提取出来 我立刻注意到了最关键的部分 只要有灵媒就可以了吗 徐盛兴点了点头 我对他说 或许你不知道 锦上人太的儿子 锦上职人就是一名灵媒 他先是惊讶 再是恍然 最后提出质疑 这件事情我确实不知道 但问题是 你们又是如何知道的 亚当拿出一份档案 锦上职人与我们有过合作 我调查过他 看完资料 他又皱眉 假设锦上职人真的是神秘组织的协助 使用灵媒技术 从自己母亲的头脑里 提取出了禁忌知识 那么他现在为何又要与神秘组织作对 亚当这时突然提出来一个假设 说到底 灵能觉醒药也好 长谷川获取禁忌知识也好 都是你们推测 他这时看向徐盛兴柔声问道 徐警官 对于验证推测这件事 您应该更专业吧 闻言 徐盛兴腰板一直 端起架子 声音沉稳 至少应该比你们两个专业 我开口问道 那你有什么妙计吗 他扫了我一眼 很简单 直接找到警上人太平 先把他拿下来再说 他的口吻中 毫无对老朋友的温情 开门见山 效率主义 充满了成人世界的冷 这点很虚盛心 听完他的话 我瞥了他一眼 但遗憾的是 这个方法 我早已想过 直接抓住 何离制药的老板 警上人太 对其施加一系列拷问 逼供出神秘组织的真命 这条简单粗暴的路线 若是能轻易走通 我也不至于跟亚当一起潜入 何离制药 问题是 警上人太行东城迷 他最近一段时间 根本不在公司里 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鬼魂 擎贼先擎王的战术 根本无处发工 不过 听完我的话 徐胜兴却是自信已小 也小看公安的搜查力 警上人太 这种本地的大任务 行动起来必有踪迹 我们找起来 也比你想象中轻松的多 我反问道 这我明白 但你若是直接动用 本地公安的搜查网 那么我们事后 又要如何秘密拷问他 徐胜兴似乎已经有了 更加降略的思路 这里就是你们出场的机会 我这边会先向局里 申请拘留他 再找到他以后 就强行将其带往局里 而在押送他的过程中 你们趁机冲出来 将其劫走 这就成了 之后他就任由我们料理了 但审问工作必须由我来 他好歹是我的朋友 而且也有无辜的可能性 绝不能任由你们胡来 我提出我的疑惑问道 但你要以什么名义 申请拘留 无论他在私底下 到底做过什么事情 至少表面上 是个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根本没有能让你抓住的扩展 他理直气壮说道 这还不简单 先捏造几个伪证 再诬陷他嫖宿用 然后当面跟他说 如果不想落得一身心 就先回去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如果事后证明他是无辜的 那就说我们抓错人了 再到黑色地带那边 随便抓个人渣鬼 说伪证都是他捏造的 最后随便判个几十年 塞进监狱里就是 亚当震惊地问 你这样也算是人民警察吗 他冷风一声 风 跟和离市的人渣罪犯的周旋 有时候也需要打一些 不讲道理的牌 这自然算按规矩办事 我不由地说了一句 如果你的儿子知道 你是这种按规矩办事的警察 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反 本集完 大家可以猜猜 当徐胜星得知面前的 无面人是他的 到那时他会是什么反 如果徐胜星得知面前的 无面人是他的 到那时他会是什么反 本集故事开始 徐胜星站起身 陈生说道 我的儿子他永远没机会知道 我不禁汗眼 可他已经知道了 他当才松了一口气 我还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特级灵能者 如果他刚才突然动手 我们俩恐怕都要栽在这里吧 我立刻纠正他的话 不 只有你 亚当哭笑不得 然后说 真是不明白 为什么曾经的 他会隐瞒自己的力量 当然 道理我懂 但如果是我 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 我对他询问 你也想成为灵能者 亚当难得地露出了 惆怅的口气 谁不想呢 大家都是一边疏远灵能者 一边向往灵能者 我从小学起 就开始向往灵能者 可随着岁数增加 我也逐渐明白 自己没有那种天赋 注定就是一般人 然而 我还是不甘心 因为 你看 这个世界上 明明有着那么多的精彩 而有些人却能够 理所当然地居住 在精彩的世界中 我也明白这种人 是很少很少的 但有时还是忍不住 会去想一想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这句话 令我不禁沉默 因为这同样 也是我有过的想法 我有时也会想 自己好不容易出生在了 有着超自然力量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的人们 都有着觉醒力量的潜能 哪怕是极其灵星的 但为何 唯独自己就毫无希望 即使明白道理 也仍然会不甘心 仍然会向往 深有感受的我对他道 对不起 是我说多了 他揉了揉脸颊 还是先专心证实吧 也不知道 徐警官会不会忽然反水 虽然可能性不高 但万一他打着的是 连同我们和神秘嘴之一 网打尽的主 我声音中透露着沉稳 那我们届时 就只有合力反击了 亚当默默点头 然后露出笑脸 说是我的幻觉吗 最初见面的时候 你对我相当开极 现在却好像对我信任有加 如果是作为 黑色地带情报商的亚当 我自然无法信赖 我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工作手机 快速调出电子邮箱里的 克洛伊情报 看了一眼他的全名 但如果是作为 手电报社记者 克洛伊迪卡普里奥 那么叫我相信一下也无妨 亚当大吃一惊 什么 原来全都被你知道了 我说早知道了 克洛伊深深地吸了口气 似乎迅速抚平了 心中的波澜 然后笑着说 既然我都曝光了 那么公平起见 你也应该说出 自己的真实身份吧 我摇了摇头 我是凭自己的本事 查出你的真实身份的 假如你也想知道我的 那么也要凭自己的本事才可以 他眉毛一条 那好 我接受这个挑战 等着吧 无面人 我早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 大家猜猜后续 我有没有被亚当揭穿真面目 你知道我和亚当 上次在和离制药击杀的 那两名一级灵能者吗 我当时收获了一个黑色石雕 和一个银针 本集给我发来的详细资料 终于揭开了我心中的疑惑 本集故事开始 我和亚当在早餐店分开后 我便迅速回到家中 摘除易容 换好便装 便躺在沙发上 把玩那块黑色木雕 这时 我委托无人稽查的资料 发了过来 首先是有黑的木质面骨雕像 这是能够制造幻象的物品 但是因为不经用 所以现在已经报废了 其次是银色的针 据他所说 这是能够封印灵能的针型暗器 被称为封魔针 具体用法很简单 直接将其刺进 灵能者的皮肤就是 但效果不怎么强 别说是拿来对付特级灵能者 对付一级灵能者都够强 也就对二三级的灵能者有用 但若是对付这种级别的灵能者 我也用不到这个暗器 无人机强调道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你用这个风魔针对付一般人 就会破坏其灵能天赋 最后 我想起了亚当获取的战利品 那块刻画着古怪符文的小石头 无人机在看完我发过去的图片以后 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说 那或许是活死人而已 能够让使用者暂时的活死人化 只要不是脑组织都被搅得稀巴烂 任何物理伤害都杀不死使用者 这件灵能物品其实挺鸡肋的 想发动它的效果 至少需要三分钟 或许没发动成功 人就被干掉了 而且 这玩意儿持续时间最多也不超过十分钟 效果结束之后 伤势并不会自动飞 所以 该死还得死 经他这么一说 无论是我的战利品 还是亚当的 似乎尽是一些实质无畏的鸡肋 果然 这些东西都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看来只能等等徐盛兴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两天 今天上午 徐盛兴终于调查到了 警上人泰的所在地 后者如今正在其他制药公司的制药厂 据说正在合作研究什么项目 而我和亚当在得知情况以后 和先后与徐盛兴会合到了一起 中午 在一处僻静无人的小树林里 徐盛兴将两件戴头盔的警察制服丢给了我 换上这个后 你倒是像个模样 我看了他一眼 既然像警员 不如再给我个破片手没如何 我记得你们警察正是参与战斗任务的时候 除去手枪 还会带上那东西的吧 随即他居然真的丢过来一枚没开保险的破片手 仅限于对灵能者和你这种怪物的时候 我非常意外地问 居然真的给我 他姿态冷淡地瞥了我一眼 试得雅旦 修都修不好 跟玩具也没两样了 我就知道你会好 所以专门带了个过来 以资嘲笑 我对此不以为然 那还真是 多谢你了 在我说话的同时 克洛伊也换好衣服 过来会合了 徐警官 你让我们换这身衣服 是想让我们在将警上人太从押送中劫走以前 先伪装成混入警察队伍里的假警察吗 徐盛兴回应 是有这个打算 那也用不着你们劫走他 我直接将他押进局里就行 但是 如果他在与我对峙的时候 就暴露出自己是真凶的事实 亚当听到我们的对话 在旁边插了一句话 他总不至于犯下那种错误 这可由不得他 说着 徐盛兴聊起袖口 露出手腕 只见他的手腕上 佩戴着一件古色古香的手腕 这是我昨天向局里申请来的灵能物品 有着真测谎言的效果 如果周围有人在说话 物品本身就会自动加热到45度以上 让佩戴者知晓 并且与传统的测谎仪截然不同 这种灵能物品在针对一般人的时候 能够发挥出百分之百的测谎效果 不是接近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百 说着 他突然的看向了我 尽管只是投来视线而已 却让人感觉像是野人拿起长毛 突然刺向小溪里的你 这种有准备的突然的印象 下集预告 徐盛兴对我使用测谎 如果有人对你使用测谎能弄你 你会选择撒谎还是不撒谎 本集故事开始 徐盛兴目光深邃地盯着我 无面人 你现在的年纪是18岁对吗 我心中意紧 但表面功夫依然没有破过 面不改色地回答 不 加起来大约有42岁 他低头看了看这件手串 眉头又皱到了一起 看来手串是没反应 大家猜猜无面人有没有撒谎 我将答案留在了评论区 文言 亚当孝道 无面人怎么可能是18岁呢 若真如此 那他岂不是从15岁开始 就在以一般人的身体 猎杀灵能罪犯了 就算打从娘胎里开始练武 也肯定做不到这个地步吧 说着 他又看向我 嘖嘖称奇 但是 原来你今年42岁 真是没想到 看这张易容出来的面骨 我还以为才24岁呢 我在心中吐槽 身体18而已 但心里年龄42岁 徐盛兴点了点头 说来也是 我刚才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无面人不可能那么年轻 总之 等下我就拿这个灵能物品 是探底上人态 如果他是真凶 我就能在拘留他的同事 给他点颜色瞧瞧 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不招了 亚当问道 随便动用私刑 警察做成你这样真的好吗 你儿子知不知道 你在外面是这样工作的 他回过头 瞥了一眼亚当 不要让我重复第二遍 他当然不会知道 我看了他一眼 瞥了瞥嘴 老爸 你好像有人自信过头了 一小时过后 我们乘车来到了 位于郊外的制药厂 当我们走到入口的时候 有个像是员工的人 出来迎接我们 虽然看上去只有我们三人 但据徐盛兴所说 他还在外面 埋伏了一支警察队 以备不时之需 亚当左看看 又看看 然后凑到我耳朵旁边 小声地说 有种进入最终关卡的待遇 如果说警上人 太是神秘组织的包 我们要在这里打倒他 那么这里也确实是最终关卡 徐盛兴跟员工 说话的时候倒是很客气 可以带我们到处参观一下吗 员工摇了摇头 表示有些为难 这个大概不行 主要是有些商业机密 而且有的地方 还要经过红膜扫描才能进入 我也进不去 徐盛兴说 那真是遗憾 员工好奇地问 你们是来调查窃贼的吗 上午好像进了贼 但保安没能抓住 给贼跑了 徐盛兴有点意外 窃贼 这种时机 我们是为其他事来的 员工呕了一声 倒也不是很关心其他事是什么 很快 他就将我们带到了客室 为我们打开了门 锦上先生在里面等你们 徐盛兴走入其中 我与亚当也紧跟着进去 里面还有两个人 其中一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性 外貌看上去相当英俊 虽然已经中年 但依然称得上是美男子 而另外一人则不苟言笑 眼神锐利 穿着黑色制服 姿态挺立地站在那人身后 似乎是个军人出身的保镖 前者应当就是锦上人太了 我还是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他的真容 但此刻 后者 那个像是保镖的男人 却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你知道神秘组织背后的大宝吗 没想到真的是长谷川的父亲 而且情况不妙的是 锦上人太身旁 还有位特级灵能者 跟徐盛兴同一级别 特级灵能者之间的决斗即将来袭 本集故事开始 徐盛兴也第一时间 就将目光放到了那保镖的身上 看了两秒 然后看向锦上人太 好久不见 老朋友 锦上人太早已站了起来 此时主动迎向徐盛兴 热情地说 对 大约半年没见了吧 我们彼此都有个字的事业和家庭 也无法像是学生时代一样说句就句 说着 他露出了感叹之色 似乎在叹息时间不饶人 徐盛兴默然点头 在沙发上坐下来 而我与亚当则一言不发的 像那保镖一样 站到了他的身后去 锦上人太亲自为他和自己 搁到了一杯热茶 接着就坐到了徐盛兴的对面去 他热情地问 那么 你有什么事 听说是公事吧 徐盛兴点头 是这样的 锦上人太开口打断他的话 不妨先聊聊奇葩如何 难得遇到老朋友 若是只谈公事 难免枯燥 徐盛兴回应 还是不必了 今天只谈公事 锦上人太面露意外 怎么 你很忙吗 徐盛兴笑了笑 寒暄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吗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问完就走 文言 锦上人太皱眉 什么事 徐盛兴脸色一板 最近河离市发生的人口失踪案 是不是你在幕后主导 锦上人太出了吃惊的表情 似乎根本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被人问这种问题 怎么可能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徐盛兴摸了摸自己的手腕 锦上人太身后的保镖若有所觉 他双眼的红膜忽然变成了暗黄色 仔细审视徐盛兴的动作 然后恢复过来 嘴角扯出冷笑 锦上 不用再装了 这个警察带了灵能物饼 已经测出你的谎言了 现场的气氛一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眼看锦上人太身后的保镖似乎就要动手 锦上人太却忽然一抬手 像个书弟举起红牌的足球裁判一样 阻止了保镖的动作 慢着 保镖疑惑顿主 锦上人太语气古怪的说 虽说这个房间做过极好的隔音处 就算在这里拔枪射击也不至于被外面的人听到 但你与徐盛兴都是特级灵能者 一旦战斗起来 势必会被外面的人所察觉 保镖似乎对锦上人太这个部主毫无敬礼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那又如何 你都被这警察知道底细了 事到如今却还害怕这个 这跟杀人犯害怕杀鸡有什么差别 锦上人太头也不回 不 我的意思是 我想 这或许就是我与这个朋友的最后一次谈话 但我还是想为这段得知不意的勇气 做一些 估计算是补救吧 因为我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朋友了 说完 他再也不理自家保镖 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了徐盛兴的身上 神态诚恳 一字一顿 盛兴 到我这边来吧 徐盛兴此刻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 你在讲什么鬼话 但锦上人太却视而不见 一心一意地说 从很久以前开始 你最厌恶的便是庸俗的官僚与臣服的规则 而如今 你却在联盟的体制中工作 身怀绝技 却四处撤肘 何等憋屈 你本该在更好的舞台上活跃 而我 则能为你提供这种机会 或许在你看来 如今的我不过是一届罪犯 没有资格说出这种话 但你也应当明白灵能觉醒药的价值 你知道我是在研究这个的吗 只要以这项成就作为台阶 哪怕是联 盟也会不得不承认我 过往的罪恶都会一笔勾销 到时候我们 徐胜兴冷漠地说 够了 我不想听这个 你早已面目全非 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也别装出朋友的嘴脸与我说话 听着就感觉像是痴死 锦上人太脸色一变 然后常叹一声 你是否记得我以前对你说过的话 人心一变 亲子 夫妻 手足 朋友 任何关系都无法永远持续 我们如今的反目正是如此 你不认为这很可悲吗 人心就好像是一条不停更换零件的船只 随着遗忘与记忆的星辰代谢 旧人格早晚会被新人格替代 精神之死的速度远比肉体之死更加迅速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徐胜兴不为所动 甚至是不以为然地说 听着 我对你这番不知道从哪本书上谈 充满文艺青年恶臭的 两脚离地十米高的生活感 没有一丝丝兴趣 我只关心一点 这与你研究灵能觉醒药又有什么关系 锦上人太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就如你曾经与我说过的一样 只有成为灵能觉 才有资格探索进一步的领域 徐胜兴对他质问 所以你就让自己的儿子 从自己的老婆的脑子里 挖出禁忌知识来 下集预告 特级灵能者直接的巅峰对决 特级灵能者徐胜兴再次出生 顿时场上的气氛剑拔弩张起来 大boss终结之战即将敲响 本集故事开始 徐胜兴盯着他 所以你就让自己的儿子 从自己的老婆的脑子里 挖出禁忌知识来 锦上人太摇头 不 我研究灵能觉醒药的信心根源 确实是禁忌知识 但那与我的妻子毫无关联 况且 我那满脑子英雄思想的儿子 也不可能协助我这种事情 他接着说 禁忌知识 是一个神秘人交给我的 徐胜兴皱起眉毛 什么 一直在后面旁听的我也没想到 到了这个接骨眼 居然还会再冒出来一个神秘人 锦上人太开始回忆 一个多月前 那个藏头藏尾的神秘人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 蕴含着灵能觉醒药的 制作理论的禁忌知识 虽然缺少一些技术细节数据 但依然相当有用 而他在将其交给我的同时 也要求我做出承蒙 若是我真的制造出了完成品 届时也要交给他一份 说着 他微微一顿 口吻变得讽刺 但我单方面废弃了这个承蒙 理由很简单 既然他都已经把知识交了出来 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我也不想把宝贵的技术成果 交给那种坐享其成的家伙 徐胜兴冷冷地说 但结局也可想而知 他失败了逃跑了 徐胜兴缓慢起身 气势也逐渐上升 是吗 那么 接下来 你也将会迎来失败 而你与他不同的地方就是 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保镖面无表情 上前一步 锦上人太躲在一旁 自负只会带来破灭 胜兴 你以为自己有胜算吗 先不论我这边也有特级灵能者 这家制药厂里还有很多我的手下 话音未落 突然 门被撞了开来 而随着门开 外界战斗的声音也犹如暴风雨一般 闯入了这个隔音效果极好的房间 撞门而入的是一个保安打扮的人 他似乎就是锦上人太所说的手下 此时身负重伤 嘴中惊恐喊道 警察 很多警察 徐胜兴笑了笑 我就没有很多手下了 第一个动手的人是我 我率先翻越沙发 冲向了锦上人太 而旁边的保镖则冲我露出了凝想 随着他这一笑 室内顿时刮起了大量黑色的线条 看上去像是风一样 这些线条就好像是从图画上刮出来的风 带着无比锋利的气息 向我为杀而至 另一边 徐胜兴也没有袖手旁观 他猛地挥动手臂 大量火焰也从掌心出涌现出来 我趁此机会 来到了锦上人太面前 准备先将奇迹晕 就在我即将得手的档口 一道占蓝色的半透明墙壁 名为立场墙壁 陡然出现在我与他之间 拦截住了我的攻击 这应该是锦上人太身上 带着的某件灵能物品的功能吧 我倒也不意外 他既然请得起 特级灵能者作为保镖 那么携带一两件防御用的灵能物品 也很正常 而这时 一道虚无缥缈的身影 从他身后的地板下钻了出来 正是亚当用分化之症制造的 能够穿透物质的幻影 锦上人太若有所绝地回头 而亚当此时将手伸向了他 下一秒 他做出了超乎在场所有人预料的事情 他属然将手指捅入锦上人太的眼眶中 残忍地挖出了他的眼球 连同后续带出的是神经一道扯断 锦上人太顿时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嚎叫 除非切身体验过 否则谁都无法想象 粗壮密集的是神经被人用蛮力扯断 到底是何等生不如死的感觉 下集预告 坏女人亚当 坏女人亚当 挖走锦上人太的眼球究竟想要干嘛 本集故事开始 将锦上人太眼球挖走后 亚当的身影则转眼间消失了 再未出现在这个房间的任何一处 很可能是他早已在外界布置了幻影 此时又与幻影交换位置了 但是 为什么 我一时间无法理解这一面 而随着锦上太的惨叫声 我与他之间的立场墙壁 忽然像被人拿棍子快速搅乱的水面一样 无规律地拨动起来 这个兆头相当危险 我立即后退出了数据 不其然 下一秒 立场墙壁爆炸 暴风与在场的黑风和火焰绞成一团 使得场面无比混乱 隔着弥漫在房间内部的烟尘 我隐约看到 锦上人太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手刀捅了过来 明明是人的手掌 却有一种古代工程锤 一般无间不摧的恐怖势头 这种关键时刻 我根本没时间陪这个家伙纠缠 我避开了他的攻击 同时左腿向他伸上一趟 借助这鼓励向前冲去 留在原地的他似乎无法理解 不用灵能 也能有如此恐怖的威势 你到底是什么人 徐胜星凑一旁走得出来 先想想你自己吧 你去追人 这里交给我 他俩下一刻就纠缠在一起 不用他说 我立刻撤出房间 查看走廊 就这么一点点功夫 锦上人太竟然已经不翼而飞 亚当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弄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挖走锦上人太的眼球 不 在这个场合下 特地挖走他的眼球 只有一种用途 之前为我们带路的员工说过 这家制药厂的某些地方 必须通过红膜认证程序 才能够进入 而刚挖下来的眼球 仍然残留火线 也是能够拿来通过红膜认证程序的 但他有分化之症 墙壁和门队他来说 就跟空气也没两样 何必非得用这种方式 除非他想要进入的地方 是与上次一样的 能够隔绝灵能的房间 而如果是这样 那就衍生出了新的问题 并且这个问题 很可能意味着 亚当打从一开始就不是我的人 我抓住了一个慌忙逃窜的研究员 问他这里是否有同事们 必须通过红膜认证程序 才能进入 和能够隔绝灵能两个条件房间 他惊慌失措的大 放开我 我怎么知道啊 看来是我提问的方式太礼貌 我拔出了身上的手枪 顶住他的脑部 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并且在说完以后 就以能够让他感觉到的方式 缓慢地在扳机上施加力气 他不知道我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顿时双眼更圆 身体发软 心惊胆战地为我指了路 那那间实验室 在 在右手分流中心后 后面 我丢下他 往那个方向急速前进 很快 我找到了一个位于走廊尽头的房间 门毫不设防地敞开着 内部面积相当于一间高中教室 没有任何陈设 唯独中央有个正方形的银色金属机座 高度约莫在人的腰具附近 亚当独自站在银色金属机座前 背对着我 似乎正在专心凝视机座的底面 我按了门边的按钮 门刷的一下就关闭了 我看着他 看来我还真是没有搭档你 注定得一个人单干 他转过身来 露出笑容 不是你的错 谁让我是个来路不明的坏女人呢 记住这个是亚当面孔最后一次笑 乌乌亚当要没了 下集预告 亚当的真实身份 一个悲痛的消息传来 我们的正义记者亚当 没了 没想到在亚当面具之下 人是面具 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 本集故事开始 当他转身的时候 我立刻就看到了 他的右手握着一个正方形的玻璃容器 体积约莫婴儿拳头大小 内部装着个对容器内壁横冲直撞的金色光点 俨然不安分的萤火虫 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似乎根本没有与我战斗的意思 反而像是朋友一样 贴心的向我解释 这就是神秘组织的技术成果 灵能觉醒药的完成品 而我则称其为灵转药 到达这个地步 我已经完全接受了他背叛的事实 也不准备立刻动手 因为我的心中还有很多疑问 必须问个水落石出 我重新看向了他的面孔 思索片刻后问 你就是将禁忌知识 交给锦上人太的神秘人 他饶有兴趣的看着我 何以见得 我缓慢的在这个房间中散步 因为你知道灵转药就在这个房间 也知道这个房间的具体位置 更知道如何进入这个隔绝灵能的房间 但你分明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制药厂 除非你不是第一次 而是不久前就已经来过 比如说今天上午 巧的是 锦上人太说过 上午潜入的就是神秘人 因此你就是神秘人 你之所以会被神秘组织追杀 也不是因为作为记者调查到了不该调查的领域 而是因为锦上人太在背叛你这个 提供禁忌知识的始作俑者以后 就想要更进一步的将你灭口 他似乎弹性大法 并不介意于我在这种场合下多费口舌 我也没料到会有这种发展 为了防止他背弃承诺 我还特地与他签订了 有着真实效力的高级灵能契约 忘却之月誓言 谁率先违背契约 谁就会死于非命 哪知道他居然设法破解了这个契约 这当真是多多怪事 虽然擅长破解灵能契约的人也不少 但忘却之月誓言是另一种层次的契约 他应该接触不到 足以破解这种契约的专业人士 他面露回忆之死 又具备深入研究的能耐 同时又不足以反噬我的合作人 我从一年前就开始物色人选 对我这种单枪匹马的人来说 真不是个容易的活 可到头来 我非但被丢到一边 连他的研究场地在哪里都找不到 这对我来说 简直是羞辱 我问 但你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选择与井上职人合作 借助他的力量 寻找井上人太研究灵转药的场地 是这样吗 他知无不言地笑道 是的 另外井上职人其实没有那么多谜团 他就是个心怀正人 在知道自己父亲正在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以后 想要出面阻止的大小孩而已 是我暗中提供线索让他知道的真相 再以正义记者克洛伊迪卡普里奥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 承诺会发动报纸媒体的力量 为他曝光父亲的罪行 他一听 立刻就上钩了 我提出疑惑 但这里有一个矛盾 你作为正义记者活动的时间 与物色合作者的时间 都是从一年前开始 但这两种活动正邪对你 且前者更是会给你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他笑着反问 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是预测到了今天 为了取信于锦上职人和你 才会故意建设正义记者的形象呢 我回应 那也未免过于大费周章 倒不如直接找到另一个现场的正义记者 先将其杀害 再顶替其身份 甚至是包下死者的脸皮 做成人皮面具 然后 说到这里 我的语速越来越慢 因为此刻 我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紧跟着 他立刻验证了我的想法 他当着我的面 双手包下了自己的脸皮 又摘掉假发 丢到一边 然后抬起头 露出了全新的面孔 这张面孔 既不是亚当 也不是克洛伊·迪卡普里奥 而是另外一张 对我来说相当陌生的美丽少女面孔 她的头发也不是棕色的 更没有熊耳朵 而是中等长度的黑发 犹如短短的瀑布般垂在肩膀上 制作不易 望点赞关注 下集预告 被我嘎了的亚当 行在称之为无面之影 女人将双手伸到后几处 紧接着用力一丝 一张绝美的脸皮 啪嗒一声掉落在地板 这一刻我呆住 亚当 不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流露出了精致而威胁 犹如黑色的梦幻泡影一般的微笑 看着我说 你是对的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好歹是回过神来 提出我的疑惑 你是什么时候动手的 他回答 十天前 在他尚未认识我的时候 我看着眼前的神秘女子 已杀害了克洛伊·迪卡普里 然后包下了她的脸皮 佩戴在自己的脸上 伪装成了她本人 又在这张人皮面具上一容 伪装成亚当 在面具上化妆 是否多此一举 他嘴角轻笑 面具之下 仍是面具 我们是一丘之和 不是吗 我的计划中本没有你 可你却从亚当的情道中 敏锐地意识到 羊皮杀手与神秘组织之间的关系 又促成了与徐警官的合作 让我知道了 警上人太什么时候 会出现在和离制药的办公室 他倾扶着我的胸膛 声音轻柔 已真是个 直到最后都令我着迷的男 我开口 只可惜 就算在令你着迷 也还是要死在你的枪口下 不是吗 因为此刻房间中 偶然出现了许多幻影 粗略一看 居然超过了二十分 每个都与他完全一致 将我包围在了中间 他口吻中透着轻笑 分化之正能够分出的幻影 从来不止一个两个 那么 就算是你也无法同时 避开这么多枪口的瞄准 虽然每次射击 真实的子弹只有一枚 但你认得出来 哪枚子弹是真实的吗 就算认得出来 你又要如何 从这么多幻影中攻击到我 我并没慌张 而是提出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是什么 那些幻影异口同声 你可以继续叫我克罗伊 或者亚当 我摇头 那是你的面具 和面具的面具的名字 虽然你现在这张面孔 你未必是真实的 但总也该有个方便称呼的名字吧 他波澜不惊地说 这似乎与你无关 我看着他 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名字 那我就给你起个名字 他提起了兴趣 饶有雅信地问 你要给我起什么名字 我缓慢吐出三个字 无面人 他似乎大吃一惊 这不是你的绰号吗 我回应 不过是个称谓而已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无面人 我可以 你可以 其他人也可以 他反过 但如此一来 不会造成混淆 我拔掉震撼守卫的保险词回应 自然不会混淆 因为最终只有一个无面人 才能够从这个房间里走出去 说完将手中的震撼守卫丢了出去 你之前给我上了一课 现在 轮到我给你上一课 他不敢置信地大吼 你想一起死吗 那是连灵能者也能毁灭的震撼守卫 徐盛兴居然连这个也赶给你 我扔掉手中的拉环 嘴角带笑地看着他 或许你在伪装方面是专家 但在战斗方面 你还差得远 你听 哼 他一定也明白 当这枚破片手雷爆炸的时候 其他幻影的动作要么没有 要么来不及 唯独藏入在场唯一的眼底 金属基座的后面 才能够幸免于难 换而言之 藏在金属基座后面的 必然是他的本体 当我的拳头打中他的那一刻 我确实感到他的生机全部断绝了 这就是我教给你的一刻 还有 徐盛兴自然不会给我一枚真的震撼手 那不过是一颗哑蛋 我话音刚落 那神秘女人的尸体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我望着被打开的大门 有些惊恶 下集预告 梦境 距离无面人世界 已经过去了一周 我做了个奇妙的梦 梦中的我置身于一片纯粹黑暗的空间中 尽管没有任何光照 却能够不可思议地看清自己的身体 同时双脚也的确踩着相当平整的地面 只是地面似乎也被涂成了与这片空间相同的黑暗 极目远眺 黑暗的空间向四面八方无限延伸 而怪异的是 我左手边五米外立着一扇门 仅仅是门板放在这里 而没有与任何建筑物连接在一起 门板是木制的 深棕色的 有着灰色的暗门把守我推门而入 紧接着我摔入另一个漆黑的世界 与众不同的是 下方似乎有亮光 这时 羊皮杀手 美少女亚当 黄一教主 我所经历的一幕幕回忆 开始被抽离出来 终于我接近了那道光源 是一处客厅 有电视机和沙发 一个小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 赫然是小时候的我 并非这一世的 而是前世的 虽然同样是我 但这里未方便起见 无且称之为他吧 电视里播放的是动物 热血战斗题材类型的 看到最后一台 前世他 对着电视剧里的主角大火 这些对着自信微笑的反派大火大叫的主角 简直就是傻瓜 我才不要做这样的英雄 这时 在我身后的门突然打开 我推开后 没入我视线的是一间教室 是我前世初中时的教室 学生们零零散散在教室中嬉戏 而前世的我 坐在最后一排 逼着头 似乎在写什么东西 我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副插画 插画上的人穿着黑色斗篷 佩戴短会鸟嘴面具 右手拎着一根管杖 像是个穿着奇装异服的连环杀人粉 我一边看着 一边想到 对 几年前的我之所以会选择短会鸟嘴面具 就是因为在前世幻想过这样的自己 世界再次暗了下来 等再次亮起的时候 穿越到另一片空间 是我工作的杂志社编辑过 前世的他 看着世间的极恶愤怒不已 可前世那个世界没有超自然力量 只能叹息幻想 砰的一声响起 我看到24岁的他 身中竖枪倒在地上 在不远处一伙犯罪团伙 正在慌忙撤离 随着他的死亡 整个世界再次暗淡下来 突然一道光照向我 我又穿越到今生年轻时的一家酒馆 我玩世周围 在我旁边发现了前任搭档 他举起酒杯对我问道 你说 要是我们其中一人的家人被绑架了 幕后黑手制造了 除非我们自相残杀 否则就杀家人的情况 该怎么办 我回应 那就自相残杀呗 他吃惊地问 这么果决 我冷漠回应 就该这么果决 不可以当断不断 不可以牵肠挂肚 找到机会就砍掉对方的头颅 然后活下来的人为死去的人 报仇血分 这时 另外一道声音从旁插入 真是个铁式心肠的男人 回头看去 插画的人赫然是个黑色头发 有着精致面孔的少女 他笑着打招呼 你好 无面人 我走到他身旁 对他说道 你已经死了 他没有生气 而是说道 但是你也没能找到我的尸体 不是吗 我瞥了他一眼 我死人服印就不了你 他露出微笑 然而 只要找不到我的尸体 你就无法彻底放心 看完点赞 养成好习惯 下集预告 是父之人 长谷川 无面之影淡淡一笑 只要找不到我的尸体 你就无法彻底放心 我搁置了这个问题 然后问 既然你不叫无面人 我又该如何称呼你 他说 姑且称之为无面之影 如何 成不了人 就只好为你 突然我俩的身躯 开始模糊起来 是时候该醒来了 有缘再见吧 在最后一刻 我对他问了一句 你就这么不甘平凡 他回应 当然 当我醒来以后 我听到工作手机的 来电铃声正在耳叛潮呢 我在床上翻过身 将手机拿过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个陌生号码 接通以后 我问 是谁 是我 长谷川 当我重新见到长谷川的时候 他正坐在 快餐店的角落 此刻的他 眼神清澈 看来他已经摆脱了疯狂 他向我问道 我最近花了不少时间 调整自己的状态 想要联络亚当 却怎么都联络不上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看着他反问 你还不知道吗 提供禁忌知识 给何力制药的神秘人 就是他 他流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过了很长时间 才好歹接受了现实 我是万万没想到 原来亚当才是始作俑者 只可惜 他最后还是拿走了灵能觉醒了 我抽出一根牙签 这你大可以放心 他成不了灵能者 他愕然 为什么 我回应 你知道风魔针吗 其实事情的经过很简单 就如同那时的他高看我 提前用了活死人福音一样 我也没有小看他 在击中他的同时 就将风魔针打入了他的身体内部 因此 若是他真的死了 我无非是事后把风魔针取出来 而若是他没死 那么风魔针就会起笑 说着说着 终于说到了正体 锦上人太是你杀的吗 他沉默下来 我继续说道 当时锦上人太被挖走眼球 并且身负重伤 他避开了我的视线 在好不容易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艰难走出制药厂以后 却未能成功逃脱 反而死在了制药厂的外面 根据法医的检查结果 他的致命伤是心脏部位的贯穿伤 而且还是有人用手臂击穿的 长谷穿阴郁地点了点头 我就不了他 我的父亲 锦上人太 他用心灵控制手段 催眠了自己 为了不让自己在推进计划的过程中 因负罪感而产生动药 我提出我的疑惑 据我所知 他向来憎恨人的心意会改变这件事 这是他迫切想成为灵能者的理由吗 长谷穿摇了摇头 他这么做是为了救我的母亲 也是为了救他自己 他向我陈述起了那天的惊喜 那天下午 制药厂陷入了战火 警察队伍入侵制药厂 而制药厂内部则出现了 不少神秘组织的人与其交火 我父亲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逃出会客室 然后爬出某扇窗户 撤离制药厂 但他才来到外面的空地上 就遇到了凭借通灵与占卜技术的我 下集预告 大孝子长谷川 单杀父亲锦上人太 你当过大孝子吗 今天我们的长谷川将要当一回孝子 他单方面击杀自己父亲 因为他的父亲 为了救活他的母亲 残忍地杀害十几条人命 本集故事开始 锦上人太虽然失去了双眼 但还是感知到面前那人的气息 他缓慢走到那人面前 声音颤抖说道 职人 你确定要阻止我 锦上职人闭上双眼 声音沉重 我从小就被你叫道 为人应当正直 即便成为灵能者 也不可以迫害无辜 并且在看到强者迫害弱者的时候 必须挺身而出 拔刀相助 锦上人太解释 但你的母亲 他 他已经昏迷三年了 只有灵能觉醒了 才可以强力刺激他的灵魂 是他苏醒过来 锦上职人大声喊道 所以你就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锦上人太缓慢地说 你知道吗 在我小时候 我的父母感情很好 但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逐渐不目 甚至因为生活中 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吵 这不是由于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人心会变而已 他们厌倦了彼此 当我升入高中以后 看到父亲用斧头 将出轨的母亲劈死时 我就想到 自己以后绝不能如他们一样 锦上职人盯着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 锦上人太紧紧地握住双拳 我想说的是 我爱光 但光已经昏迷三年了 我经常去给他翻身 擦拭他逐渐走形的身子 看着他慢慢变丑的面膏 为他处理大小便 然后到处奔波 寻找靠谱的医生 我很想说自己会永远爱他 但我正在逐渐变成 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必须要让他重新睁开双眼 必须要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锦上人太的神色隐隐疯狂 这样一切都会回归正轨了 职人 不要阻止我 锦上职人的拳头忍不住颤抖 随后一把推开锦上人太 我拒绝 他父亲锦上人太对他咆哮的 你就这么不想救自己的母亲吗 锦上职人说 我非常感激他生出了我 所以 若是以后的我以杀害无辜的方式唤醒他 而他却会唾弃我 那么现在的我就遵循他的意愿 但若是他会因此而感激我 那么就算他是我的母亲 我也不会救他 锦上人太冰冷地问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想救他 对吧 锦上职人回忆 我会想办法救他 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就算在花费十年二十年 我也不会放弃 而你 你想要救的其实也不是他 只是自己而已吧 很好 锦上人太猛地拔出了手枪 那你去死吧 锦上职人驱动灵能 当场击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向我说完事情的经过 此刻我发现了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 那就是 下集预告 另外一股神秘力量 眼前这个男人向我承认了 他亲自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实 向我说完事情的经过后 他呼出一口气 现在跟你说了这些 我感觉畅快了很多 等会我打算去向公安自首 这时我开口 有一件事情 或许你应该知道 虽然公安那边的灵媒 无法回送你杀了他的画面 但依然能够从尸体上 检查出来不少事情 比如说 他生前似乎并没有 对自己进行催眠 没有 他一时间茫然 似乎没能领会意思 我站起身 在离开前对他提醒 我是说 他骗了你 他没有催眠过自己 我想 他应该需要一些独处时间 慢慢消化这件事情 我的老爹徐盛兴 此事给我发来短信 见一面 花旗大厦顶楼 现在 等我来到目的地后 看着他的背影 友善地提醒 下次碰面 不要选这么容易被灭围的位置 徐盛兴手指在空中舞动 现在没空跟你扯皮 我在井上人太的保镖身上 发现了这个 在空中 悬浮着一个有火焰构成的图案 他向我问道 你认识这个东西吗 我的眼球一下子 就被这个图案牢牢地抓住 这个图案我认得 这是第新教会的文章 徐盛兴点了点头 不错 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邪恶宗教 满脑子破灭思想的疯子组织 想要把这个星球 炸得稀巴烂的恐怖分子集团 我怀疑他们 就是这起事件的另外一方势力 恐怕他们是不知道 从什么途径发现了 何离制药 正在研究灵能觉醒的 然后插手过来了吧 而井上人太或许是出于无可奈何 或许是认为这是某种机会 总之就与他们暗中合作了起来 我笑了一下 冤家路窄 我刚好跟他们有一些过节 徐盛兴继续说道 是因为那个文章勾起我以前的记忆 下集预告 是高神凋零 想要了解地心教会 必须先从这个世界的灵魂说起 在我的故乡世界 凡是宗教 总要为灵魂安排一个去处 或是天堂地狱 或是六道轮回 我不知道这些去处是否真实存在 如今也没有回头探索的机会 但至少在这边的世界 天堂地狱也好 六道轮回也罢 统统是没影的世界 人死后 灵魂去不了任何地方 只能够随着生命消失 在原地自行解体 灵魂解体以后 就会产生死期 死期的本质 就是灵魂解体以后残余的灵能 但死期不会消散 更不会湮灭 反而会因为地形引力的影响 会不断沉积在地脉与地心 这个世界与我的故乡世界一样 也是从数十亿年前就诞生了生命 并且经历了多次物种大灭绝 天文数字一样多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又死去 并且就这样在星球内部 不断地积压下去 哪怕从中诞生了数千亿的亡灵 也无法跨越厚重的地脉和地壳来到地面 只能够在地下世界 近乎永远地持续着 无人知晓的疯狂而已 他被地心教会视为至高神奇 名为凋零 地心教会认为凋零早已成型 仅仅是尚未苏醒而已 因此这群疯子千方百计地找寻某种 行之有效的方法 企图唤醒凋零 将人类社会连同星球一起送入破灭的结局 而我前任助手的生物 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要做的只是找到一条线索 我想成为灵能者 就是想要调查搭档的死因 可他为什么要出卖我 在与徐盛兴分别以后 无人机将我所需的情报发了过来 确认了 里面的人是保罗 上次长谷川袭击的人就是他 人体实验是由他负责推进的 另外两个是他从黑色地带雇佣的保镖 此时那两个保镖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篮球袖 室内的男人 背带裤 中分 是他 这俩保镖正看得热血澎湃时 门口的门突然打开了 男人正站在煤气灶前做荷包蛋 他察觉到有人靠近 以为是自己的保镖 他不耐烦地说道 我说了 我是雇主 我是不会给你们准备晚餐的 况且冰箱里的昆淡只够我一个人吃 说话的同时 他转头看来 并且看清了我的面孔 他脸色顿时一点 我看着他 你放心 我不是来抢你昆淡的 他战战兢兢盯着我 你是什么人 外面那两个人呢 我向身后瞟了一眼 都被我杀了 我看着他 在肚子里酝酿话语 然后决心试探 至于我 我来自教会 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他眼神逐渐变得惊恐 最后连连后退 脚一滑 跌倒在地 他似乎真的知道地新教会的事情 很可能也知道的 新教会在上次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我抓住他的衣领 将他提了起来 他不敢反抗 只能任由我摆脱 把你知道的事情都阻出来吧 他颤抖着问 什么事情 当然是地新教会的事情 这种事情为什么要问我 你不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吗 我眼神冷漠看着他 那是我骗你的 骗我的 骗我的 他自言自语 似乎终于崩溃 忽然大喊大叫 我向石板上用力一拍 一个升坤弹被弹入空中 我手掌一挥 升坤弹禁止砸中冰箱 我慎重地对他说 我不确定你的肋骨 比不比冰箱门更结实 但我确定 如果你再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我就剪断你的声弹 反正如果只是听我的问题而已 只要留下耳朵就可以了 而回答的话 写字也好 点头摇头也罢都可以 你说是不是 他惊恐地看着我 点了点头 我开始提问 那么 第一个问题 你对地新教会有什么了解吗 下集预告 再次举行活迹仪式 在我的威胁之下 他开始讲述 关于地新教会的事 最初 井上人太从未知徒 竟取得灵转药制作方法以后 便召集了井井数名研究者 组成了一支秘密研究团队 其中既有被威逼的研究者 也有如保罗一般被利诱的 而绑架实验体的工作 则是交给了 过来的黑色地带居民 但没过多久 有两个特级灵能者 不知道从哪里 得知了井上人太的计划 企图前来抢夺研究资料 这两人自称是凋零信徒 也即是地新教会之源 井上人太无法反抗 于是当场选择效忠于地新教会 以保证性命安全 他们接受了井上的效忠 然后 其中一人催眠了 公司里的部分研究者和保安 使其转入灵能觉醒药的项目中 之后他似乎有其他事情 先一步离去了 而另外一人则留了下来 名义上作为井上的保镖 实则负责监视他 我询问道 还有其他的吗 保罗惶恐的回忆 没有了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我从刀架上抽出了一把杀猪刀 玩味地看着他 你确定没了 我话风一准 你在被催眠以前就参与人体实验了 你的手上已经有多少条人命了 他连忙求饶 我承认 我有错 我会改的 我在离开荷离制药以后 就已经洗心革面 再也不会做那种事情了 我会努力偿还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 我看着他反问 通过指使自己的护卫 杀死这个屋子的原主人 然后在这里煎荷包蛋 给自己吃的方式 在你的原定计划中 每吃一个荷包蛋 能够净化自身多少颗罪孽 他顿时哑口无言 然后连忙喊道 我 我还有一些财富 虽然来路有些不光彩 但那是我花了一辈子 积累下来的财富 我全部给你 全部给你 他看我的动作没有停下来 于是大声质问 你说过不会杀我了 我淡然一笑 我只说过不会砍掉你的脑袋 但没说不会拿你当活祭品 他浑身颤抖地看着我 我 活祭品 这就是我的活祭品 没错 我又要跟一宇宙的神交易 我蹲在他的身旁 继续摧残他仅存的意志 对了 其实我不知道你杀死了 这个屋子的原主人 你刚才应该立刻否认的 或者哪怕承认 也可以把过错推卸给自己的两个护卫 这样我或许会有一点点相信 或者说怀疑 你真的在洗心革面 文言 保罗当场想站起身 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片刻后 我用自己的鲜血 绘画了血迹仪式正文的绘制功统 这还没完 我又拿出了镇灵之笔 在血迹仪式的地板外画了 三重隔绝灵性波动的仪式正文 因为此刻的我不希望 这次再像之前一样 搞出个长谷川一样的风 前前后后弄了好一会儿 又增添了一些准备工作 我站到外面 默默地审视保罗起来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做人体实验吗 今天终于轮到你了 很高兴吧 他惊恐地瞪圆双眼 而我则开始念诵起了咒语 以我之鲜血 以敌之生魂 呼唤您的到来 两久周围忽然起风 一股难以言喻地 分为笼罩全场 那根只存在于 我想象中的处处 再次探入我的头颅中 搅拌起了我的脑组织 眼前的光景开始变得陌生 整个世界好像正在变得虚假 但似乎又在接近 某种人类不可以接触的真实 我闭上了双眼 可即使眼前一片黑暗 其中也似乎在蠢动的时候 忽然 这些不是颜色的颜色 所形成的斑点 似乎正在逐渐变成 一个人的轮廓 并且稳定了下来 我沉默地看着这个人形 就在这时 一道幻听式的话语 声响了起来 不是从人形那边传来的 而是从我的想象中传来的 什么都没有 没有欲望 没有烦恼 没有色想 没有业障 俗世中的一切 在那里都不复存在 幻听式的声音继续响着 我仔细听来 那居然有些熟悉 像是我本人的嗓音 硬要说的话 就是空灵 人形那边也发出声音 是全然陌生的声音 空灵人形靠近我 忽然他的手插入了我的心脏 本视频由家所解说制作 看到盗版作者帮忙举报一手 多谢 下集预告 梦想成真 一宇宙召唤过来的神 他的手莫名插入到我的心脏 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随即他便消散开来 我木然地看着这一切 心中却产生不了任何感想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知所谓 我检查起了自己的身体 看看这次又获得了什么东西 不会有错 我的体内确实多出了一股能量 虽然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 而且能量这种东西 不应具备色感和质感 但我感觉这股能量是褐色 这股能量与我本身的血液 一起流窜在血管之中 这种奇妙的印象 其实没有任何根据 而我也不至于拆开自己的身体 去实际解约 但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这股能量寄宿在我的体内 我猜测到 这该不会是灵能吧 我忍不住这么怀疑 但据我所知 没有任何灵能会给人以这种感觉 归根结底 灵能也不是寄宿于身体中 而是存在于灵魂中的 难不成是哈斯塔看我练习武术多年 让我觉醒了所谓的内力 但好像也不是这样 我尝试用意念调动这股能量 然而没用 这股能量在这方面 与真正的血液一样 不会听从我的意念调起 我行我速的流淌着 我又站起来 试着打打拳 踢踢腿 也没见自己的速度 与力气有所增幅 甚至哪怕我故意 以剧烈运动来加快心跳速度 让血液也跟着加速流动 也没感觉这股能量的 运行速度有所变化 看来它也并非真的 在跟我的血液一起流淌 那么 这股能量到底应该如何运用 又能够拿来做什么 有它没它似乎都没差别 难道它仅仅是我的幻觉 就像是完形崩溃一样 是血迹仪式带来的副作用之一 若真如此 那么血迹仪式给我的馈增又在哪里 站在这里想这想那也没有 我决定先从给这股能量 起个名字开始 既然它给我血液一样的印象 又是随着血迹仪式而出现 那么方便起见 就姑且称之为血之力吧 虽然如今暂时无法判断 血之力的具体真相 但来日方长 是真实还是幻觉 又该如何运用 总能够探索出来的 这是无人机给我打开电话 你一周前尾 或我调查的退转 我也帮你调查过了 跟你料想的一样 管制得很厉害 黑市上找不到 他所说的退转药 与灵转药不一样 是一种降低灵胆的药物 对灵能者来说 这相当于毒药 但对我来说 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如果我在使用血迹仪式的时候 服用退转药 大幅度降低自己的灵胆 那么就能够对血迹仪式的副作用 产生更加强大的迷逆 换而言之 我到时候能够血迹灵能者 我一时间走神没有说话 无人机声音从电话里面传来 喂 你有在听我讲话吗 我沉吟 不好意思 我想我可能知道一个 懂得配置退转药的人选 或许你可以帮我调查一下 他忍不住大喊 我靠 你早说 我对他解释 事实上 我只知道他的暂居地 他的绰号 以及他会配置退转药 就这三点而已 无人机问道 所以 他的绰号是什么 我一边回忆 一边爆出了那个人的绰号 都灵医生 枷锁解说制作 下集预告 旅游的目的 次日清晨 我早早地来到车站 但我并没有立即上车 反而是在等队 只因我将自己 最近要去安息镇旅游的行程 告知了徐盛行 结果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 理由是不放心 我这个手脚残疾的儿子出院 虽然我对这种发展早有预料 但也的确不方便 一声不吭就离开 否则以他的性情 没准会丢下工作 寻着线索直接追上来 在经过了一阵交流以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妥协点 我依然会前往安息镇 但必须有人跟着 这个人就是胡麻 胡麻只是绰号 他的真实姓名是 亚尔维斯克里斯托弗 自述常到让人提不起进去计 因此之后 我会指引胡麻这个绰号来称呼他 据徐盛行介绍 这个人是他在局里的亲戚 但因为前段时间犯了错 所以现在遭到了停止处 人绝不是坏人 相反 很有正义感 表里如一 就是不知变通 他最近正好很闲 听说要来陪我这个领导的儿子 出门女人 倒是很积极 立刻硬了下来 只不过我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就连他那串长长的名字 我也似乎在哪里看过一眼 他的外表很是英俊 头发是亚麻色 头顶上长着一对 与头发同色的全儿 是个比较少见的亚人 我问起了他被停止处分的理由 他有些不好意思 这个 前段时间 我被徐队长带去 和黎智要伪装保安 然后遇到了无面人 然后也没通报其他队员 还把情报透露出去 听他这么一说 我的脑海中猛地掠过一道闪电 原来是他 我终于记起来了 上次潜入和黎智要的时候 我的确碰到了个自己 在公安局内部的支持者 从他口中套出了一些情报 后来为了防止他后复 转去通报伙伴 我就顺手把他打晕了过去 我拿起叉子 问道 你支持无面人吗 他的全儿突然竖指 用力点头 是啊 我问道 可无面人不是犯罪者吗 似乎是个是秩序为无 凭着自己喜好杀戮的恶人 这也是我父亲与我聊过的 他认为无面人并非为了正义而战 而是有着私人的供给 身为警察却支持他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文言 他眉头一皱 想要反驳 但张开嘴巴过了一会儿 他的全儿又像淋了水一样 沮丧地垂了下来 是不太好 但是 我还是相信无面人是正义的 他确实杀了很多人 但那都是些坏人 如果消灭坏人 能在结果上拯救很多好人 那么就应该这样做 我提问 或许无面人自己并不是那么想的 他之所以会杀戮罪犯 只是因为这正好与他自私的动机 重合到了一起去 他愁眉苦脸地思考 虽然我不认为无面人是这样的人 但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或许还是会支持无面人吧 我产生疑惑 为什么 他回应 无论动机如何 无面人还是在结果上成奸除恶了 第二 无面人救过我的妹妹 在这里夹锁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不年吉祥 那个男人救过我的妹妹 所以无论他的动机如何 我都支持他 我的妹妹 海伦 克里斯托弗 他说自己前部酒杯好像是羊皮杀手的男人带子 接着忽然出现了个男人 用喷雾把他迷晕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那人戴着个鸟嘴面具 跟他说 你已经没事了 可以回家了 我听到他描述的鸟嘴面具 就知道那肯定是无面人 那时我就想 如果我以后遇到无面人 一定也要帮助他 我恍然大悟 所以你就在他进入河里制药的时候替他掩护了 他点了点头 是的 虽然 最后还是被他打晕了 我好像根本没被信任 说着说着 列车途经一站 停了下来 一批人走了下去 另一批人走了上来 新的乘客们里面有两道显眼的身影 其中一人是乘坐轮椅的美貌少女 灰色长发 穿着白色连衣裙 虽然双眼闭着 但看着不像是在睡觉 而是瞎了 而另外一人则是个其貌不扬的女人 穿着职场女性一样的灰色正装 姿态干练 走在后面 为前者推着轮椅 这个组合难免吸引人的注意 我看了一眼 很快就收回了目光 列车继续行驶 都灵医生 我最初是从亚当口中打听到此人的 按他的说法 都灵医生一直在安息镇附近活动 虽然我无法信任他 但眼下 只能姑且过去碰碰运气 即使拜托无人机收集情报 也无法知晓 都灵医生的性别和年龄 更不 知道他的外表与来历 只知道他在联盟各地游荡 算是个流浪医生 而见过他的人 对他外表的描述都不一致 有人说他是男人 有人说他是女人 有人说他是老人 有人说他是青年 甚至 有人说他是小孩 一个多小时过后 列车到达了位于安息镇的地上站台 总而言之 竟是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发言 充满了都市怪谈一般的可疑氛围 前方映入眼帘的正是安息镇 虽说是知名景点 可看上去却不是什么古镇 似乎只是个随处可见的现代化小镇而已 但在我看来 这个小镇却暗藏危机 原因是昨天无人机为我提供的一份情报 当初与徐盛兴交手 以后并没有栽在徐盛兴的手里 而是直接撤退 不知所疯了 我为了观察地新教会在和离市中可能的动向 便委托了无人机 调查爆裂是否还在和离市里停留 这个委托是与调查都林医生的委托同时进行 没想到的是 昨天晚上 无人机给我发了一份安息镇列车站台的监控录像解读 在画面里 爆裂混迹在出站的人群中间 向着站台出口走去 换而言之 此时有至少一个地新教会的特级灵能者 正怀着未知的动机 潜伏在这个小镇之中 本视频由加索解说制作 下集预告 都林医生踪迹 拜火教是联盟受众最多的宗教 主要信仰火焰 是太阳为之高神奇 并且受联盟法律认同 地位崇高 仅仅从普及度而言 就像是前世地球欧美的天主教 教堂外观也有着类似于天主教的风格 只是建筑顶部的标志用的并非十字架 而是正圆形的黑色环形标记 据我所知 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即使不是拜火教的 也不至于对拜火教反感才对 但我发现胡麻看到教堂时 却似乎有点抵触 于是我问道 你不喜欢拜火教 他承认的有点犹豫 似乎担心招致我的反感 我安慰道 我不是拜火教徒 你可以放心 胡麻似乎是害怕我在人群中走散 你扶着我的肩膀吧 那个河豚旅馆 还有两个街区 这边游客不少 我笑了笑 别那么警方 他严肃起来 那可不行 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 我可不好向徐队长交代 我反问 我看上去很容易受伤吗 他默默地看了看我 我也看了看自己 的确 自己这身伪装的残疾姿态 看上去是挺弱不禁风的 其实只是普通地走在大街上 也像是随时会被谁撞倒在地的样 我看了他一眼 我倒是想问 你是不是讨厌我 他愣了愣 我继续说 你看 我非但说了你喜欢的无面人的幻化 还是个一无是处的残疾人 连出趟远门也要人陪着才可以 若非我这次坚持要来安息镇 你也不必陪着我走这一遭 我尝试着露出不是特别擅长的微笑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任性的锦二代 只会仗着父辈的威严 给其他人添麻烦 所以瞧不起我 他立刻摇头 怎会如此 徐队长是我的救命恩人 徐队长的儿子自然也是我的恩人 怎么会有瞧不起的念头 我产生了好奇 你说的救命之恩具体是指什么 他似乎有点难以启齿 见状 我也没有追问 因为此事我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无面人 仅仅是与人为善的徐福而已 于是我开口 先去宾馆的预定房间吧 就这样 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 一路穿过安息镇的大街小巷 没过多久 我们到达了河豚宾馆 这算是小镇上最好的宾馆了 同时也是此地难得一见的高大建筑 仿佛是直接从大城市搬过来 看着也挺气派 胡麻帮我铺好床单后 呼出一口气 老大说你要睡唇眠的床单 不然身上容易生枕子 特意叫我带了一床过来 别看老大平时挺操的 但其实人很细心的 我淡淡回忆 他可是特警 无信心可不嫌 胡麻到了一杯水 向我问道 你怎么会想到来安息镇旅游 这名字听着就有点阴森森的 我接过水杯是这样的 我这次来安息镇 不是为了旅游 他产生好奇 不是为了旅游 那是为了什么 我说 是为了找一个叫都林医生的人 我此时的思路很简单 与其在接下来处心积虑地甩开他 独自寻找都林医生 不如直接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 于是我接着说 接下来的事情 请你保密 别与我的父亲透露 他看上去有点为难 但我也没等他答应 我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我之所以找他 是为了治疗自己的手脚 他吃惊到 治疗手脚 这不是连正规医院 也无计可施的复杂旧伤吗 我望着天空 但我听说都林医生 是个相当有能力的流浪灵人医生 或许他有着某些正规医院的医生 也没有的能耐 而且他好像正好就在这安息镇 所以我就先赶过来了 坦白说 我对此也没抱多少期望 只是想尽自己的努力试试他而已 他提出疑惑 所以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老大呢 我继续说道 但如果这件事情被我父亲知道了 他很可能会觉得 我其实相当在意自己的残疾 既然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吧 这就不是我想看到的 无麻接受起来倒是很快 他脸上流露出了钦佩之词 原来如此 你真的是个有孝心的人 我面不改色的回应 一向如此 无麻想了想 但你准备如何说服都林医生 为自己治疗 至少我们应该先去找他 他话音刚落 我拿出手机询问 你知道这里吗 他点了点头 那个地方是一个酒吧民宿 经营这家民宿的人 是个三十多岁风韵游存的老板 在我问及都林医生的时候 他看了看我这个不速之客 似乎觉得我不会成为客人 就皱眉说自己不会泄露顾客的信息 但在换成胡麻出面以后 他的态度就好了很多 甚至如实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 不然是因为胡麻的面孔 对女性确实有着莫大的杀伤力 他笑着说 确实是有个自称都林医生的人过来住宿 但他昨天就走了 明明他给的钱还足够住宿一个月的 胡麻好奇地问 他就叫都林医生吗 真名是什么 既然有在这里住宿 就说明拿出过身份证件吧 那么他长什么样 名字应该有过登记吧 老板娘看了看胡麻这张英俊的面孔 我们这里在登记方面没那么严格 只要顾客能拿出钱和身份证件就可以了 边说 他边拿出一个登记簿 登记簿上面其中一个名字 赫然写着都林医生 而不是真名 也没有写联络方式 在我和胡麻看完图片后 老板娘仰起头不解道 说来也怪 不看照片 我都会计不清他的样子了 明明他昨天才走的 我们离开了这家民宿 胡麻一汗道 福哥 看来他很可能已经在昨天离开安息镇了 真的是如此吗 我一言不发地怀疑着 据情报来看 暴裂进入安息镇的时间也正好是昨天 这其中的巧合实在难以忽视 特别是都林医生似乎也并非按计划离去 而是匆匆离去的 像是有集市一样 难道是因为他察觉到了有凋零信徒进入安息镇 所以想要匆忙躲避吗 进一步说 他会不会就是暴裂此行的目标 所以他是在躲避暴裂 胡麻提议道 不如我们接下来现在安息镇观光两三天 然后返回河黎市吧 我还没有好好了解过这座小镇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安息镇这种不吉利的名字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道声音 安息镇这个名字 源自于350年前在这里诞生的梦境魔物 下集预告 原本天上骑士挂着两个月亮 你知道吗 在六个世纪以前 有一只末日神奇从地心深处爬了出来 将当时的一个月亮拖入了抽象宇宙 给当时的人类造成了长达五个世纪的地狱浩劫 末日神奇和梦境魔物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本集故事开始 我跟胡麻同时转头看去 说话的人是之前在列车上见过的灰发少女 她依然乘坐轮椅 双眼闭合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而她身后则跟着个面容精致的女助理帮助她推动轮椅 靠了过来 胡麻念了一遍 梦境魔物 推轮椅的少女笑了想 你是否知道 就在六个世纪以前 天上骑士挂着两个月亮 胡麻坦率点头 这我当然是知道了 六个世纪以前 一头来自于地蔓的强大亡灵 不知何故来到了地表 后来将其中一个月球拖入了抽象宇宙 轮椅少女缓慢地说 被拖入抽象宇宙的月球 如今被称为望雀之月 而做出这等事情的亡灵 则被称为末日神奇 她为地表带来了长达五个世纪的地狱浩劣 文明社会也为之分崩离析 胡麻提出一问 这又与梦境魔物和安息镇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倒是事先查过 便转头对胡麻解释了起来 六个世纪以前 由于末日神奇的现实 大量死气从星球内部爆发至地理 地表瞬间沦为地狱 这里所说的地狱 并不是只像地狱一样这种修辞手法 就是地狱 而当时的安息镇则相当幸运 正好坐落在灾害程度极低的地区 但饶势如此 也有大量亡灵冲击小镇 即使有个强大到一塌糊涂的灵冲者坐镇此地 也依然无法避免大量伤亡 更糟糕的是 这个强大灵冲者本身也有问题 他对于如此悲惨的现实深深绝望 继而萌生了希望逃到梦境里去的强烈念头 他自然明白这种念头不可取 但他的灵冲不明白 灵冲只会忠实地响应灵冲者的想象力 胡麻恍然道 所以 他的灵冲形成了幸福的梦境 然后把他自己强行带进去了 我继续说道 不 恰恰相反 他的灵冲被外界的死气所侵蚀 最终将他自己改造成了一片游荡在大地之上的噩梦 这不是形容 他就是沦为了自恋意义上的噩梦 他就是梦境魔物 轮易少女接过了我的叙述 表情显得怜悯 他日日夜夜都在重复着与现实一致的悲惨梦境 同时还会将自己遇到的人带入其中 哪怕如今的人类已经从地狱浩劫中放出来 重建文明社会 但他也依然只能在噩梦中 重演地狱浩劫 一遍又一遍 勇士不得解脱 狐马脸色僵硬地问 那他如今在哪里 我用手杖煮了煮地面 就在这里 安息在我们的脚底下 所以安息阵就是他的居所 在地狱浩劫的时代 幸福这个词语比任何事物都要遥远 或许正因为如此 那个作为梦境魔物前身的灵能者 才会产生前往梦境去寻找的念头 他很可能也抗拒过这个念头 但越是抗拒 就越是容易在精神世界中勾勒出这个念头的外形 拿出相反的念头去对抗本来的念头 只是适得其反 只会让本来的念头在精神世界中变得更加清楚 因此也越是容易被灵能所响应 轮椅少女缓慢道 有时灵能亦会反噬其主 我抬起头看向他 正是如此 成为灵能者也未必是好事 闻言 胡麻像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微微变化 然后他摇摇头 低头看看地面 又问 梦境魔物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也就是说 他被封印了 我对他点了点头 轮椅少女接着说道 这是大约一个世纪前 联盟创立不久后 由一些擅长封印的强大灵能者所联手布置的封印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 现在吗 这里则作为热门的旅游景点 促进本地经济蓬勃发展 胡麻不可思议地问 这种鬼地方也能作为旅游景点 轮椅少女的话语仿佛有着某种韵律 能够让听者放松心思 把全身心都托付给他 但这反而让我更加提起戒心 不如说 正因为如此 才能变成旅游景点 对于资本家来说 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赚钱的 当地人因此而发财 观光客们尽兴而归 封印也很安全 大家都满意 事到如今若是倒行逆施 那反而才会遭遇许多阻力 胡麻忍不住嘀咕 真是太奇怪了 我一边问 一边审视这两人 这么说来 你们也是来观光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轮椅少女 仅仅是无法站立家双眼失明而已 但看了一会儿 才注意到她似乎只有头部可以自由活动 而她身后沉默寡言的女青年也很古怪 看起来相当平凡 但仔细看来 似乎不像是人类 轮椅少女语出惊人 不 我们是来找都灵医生的 胡麻吃惊道 你们也是 轮椅少女重复了一遍 也是 我接过话头 事实上 我是来找都灵医生治疗我的手脚的 而她则是我的同行者 轮椅少女微笑道 真巧 我也一样 自某次事故以来 我就只能乘坐轮椅出行 听说都灵医生擅长治疗残疾 便慕名而来 胡麻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旅馆 哎 我们刚从里边出来 老板说都灵医生昨天就走了 她表情显得有些遗憾 是吗 看来我们落空了 然后 她安慰起了自己 似乎也是在安慰我们 不过 那本来就是个形迹可疑的医生 说不定我们在这里逛几天就能遇到她呢 胡麻说 都灵医生应该已经离开了安息镇 轮椅少女摇头 这可未必 我想她或许还在小镇里 胡麻有些好奇 为什么 轮椅少女神秘地笑了 直觉 然后她转头看 向往 都是病友 不如趁机做一回真正的观光客 多多观察这两人 但既然是由她主动提出 那我反而要拒绝 然后我转头对胡麻说 我们走吧 胡麻看上去有点异动 但见我拒绝 也就跟了我的决定 下集预告 陷入梦境 活死了将 我这个普通人 究竟该如何在这墨市里生存 本集故事开始 等我跟胡麻回到旅馆后 他对于晚餐感慨到 晚饭的红烧牛肉真的好吃 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有 胡哥 你说 梦境魔物的封印是不是真的安全 也咱们睡着睡着 他忽然冒出来 我转过头对他说 安息阵已经平静了百年 当然不会了 午夜时分 天空中的月亮忽然抖动一下 我醒了一言不发地坐了起来 观察周围 在我将电灯打开后 我发现床铺上空无一人 胡麻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去 被子和床单都显得相当凌乱 我从床上下来 走到放在客房角落的 十一镜前 查看自己的身体 这一看 我的头脑像是 舒然遭到了电击 镜面中映照出来的 并不是我习以为常的身体 却也不是其他人的身体 而是理应只存于前世 身为杂志社文字编辑 误入罪犯交易现场 最终被枪杀的 24岁的我的身体 我重新整理起了自己的思绪 冷静 这里是梦境 人在梦境中呈现出来的姿态 与真实世界的姿态 哪怕有所不同也很正常 问题不是我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姿态 而是我为什么会被拖入 其他人的梦境里来 是因为我正好在 河豚宾馆里做了梦 并且正好有个 对我居心叵测的梦境术式 然后正好抓住了我做梦的机会 把我的梦境 接入了其他人的梦境 这个可能性也太低了 不如考虑另外一个可能性 安息镇的封印出现了问题 梦境魔物的力量来到了外界 并且正好把我拖入了梦境里面 不 这个可能性也很低 虽然如果是有着 恐怖梦境力量的魔物 确实有可能在 我不做梦的前提下 把我拖入梦境 但是安息镇的封印 正常运行了一百年 怎么可能正好在今天出现问题 就在这时 客房的门板猛的被拍响了 我立刻回头看去 也不知道是谁在拍门 声音极其响亮 而且与其说是拍门 不如说是在一把门板 砸坏的势头在攻击门 毫无疑问 这个不速之客 绝非怀着善意而来 并且知道我就在这里 此时我还无法排除 这是梦境魔物的噩梦的可能性 若真是如此 那么来者恐怕甚至连人类都不是 我姑且对着门的方向喊了一句 什么人 听到我的声音 来者一言不发 砸门的势头更加猛烈了 两秒后 门板陡然被撞开 一个血迹斑斑的活死人 跌跌撞撞的闯进了客房 在停止了前进的势头以后 他左右巡视一圈 旋即便将目光锁定到了我的身体上 他的停顿仅有一秒 紧接着 他立刻向我扑了过来 试图撕咬我的血肉 当丧尸没有了头颅 他是否还会攻击人类 我的回答是 喂 不信你往下看 本集故事开始 丧尸发现了我 他立刻向我扑了过来 试图撕咬我的血肉 虽然来是凶猛 但他的动作却过于执行 我很简单地避开了他的扑击 但我的身体还是不幸地被他抓上 明明按我的速度不可能会被抓到 难道是我的身体状态 被重置到了前世的状态 无论是力量 速度 甚至连一身格斗技巧都被遗忘了 我现在的状态 就与提笔忘字差不多 我只是遗忘了那些 我本就掌握的东西 就好像被一道开关阻断了 此事我要做的 就是将开关强行扳回去 这个过程不可以拖泥带水 必须全神灌注 一次完成 这一刻 我感到自己的肌肉力量回来 武术技巧也回到了自己的脑海里 就像是终于记起来 如何去写某个忘记写法的词语 然后写到了纸面上 令人无比痛快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虽然说无需紧张 但刚才那种比起做残疾人的时候 还要无力的情况 倒也真是让我捏了一把冷汗 我发现身旁有本书 我抽出几页纸 在我的进攻之下 纸张瞬间切入我死人的喉咙 一路断开他的颈部肌肉 下一瞬间 我的拳头命中了他的面孔 他的头颅被击飞了出去 撞到十一镜上 随后哐当一声落地 无头尸体摇摇晃晃 当我以为眼前的活死人 会跟我认知里的活死人一样 没有了头颅就会死去 但下一刻 这具无头尸体颠覆了我的认知 他在没有头颅的情况下 继续向我扑杀过来 我再次避开了他的攻击 顺手再抓起一块长度合适的碎玻璃 虽然把碎玻璃当成匕首 也依然相当不称手 但总比把纸片当成刀刃好波 我趁机借助墙壁跃起 来到他的身后 连续挥动刀刃四次 他的四肢和躯干阴身落地 污血在地毯上建设开来 饶是如此 他的四肢也依然像蛇一样 试图向我磨动过来 这还真是与历史书上记录的一模一样 坦白说 我以前虽然见识过亡灵 但对活死人却是首次亲眼目 这种被大卸八块以后 还能继续挣扎活动的邪恶活力 恐怕即便是意志坚定的人 看了也要留下心理阴影 而如果我记忆中的知识没有出错 接下来我哪怕将其切的再小块 他也不会真正死去 仅仅是因为缺少关节而无法活动而已 在末日神奇的阴影笼罩天地的时代 必了 上句说徘徊招数以一记生不如死的活死人 毫无疑问 这是地狱浩劫时代的梦境 犯人很可能是梦境魔物 但问题是 封印到底怎么了 被卷入梦境的还有其他人吗 还是说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倒霉 就在我疑惑的当口 走廊那里传来了杂乱无章的咆哮声和奔跑动静 看来是这边的声音把河豚宾馆里的其他活死人吸引过来 只好暂且停止思考 准备迎战 看完点赞 养成好习惯 当你在梦境里遇到丧尸 你会怎么办 只因我刚刚斩杀了一只无头丧尸 而战斗的声音将河豚宾馆里的其他活死人吸引过来 我只好暂停止思考 走廊两头各有两三个活死人正在面向争鸣地冲过来 虽然不至于对我造成多少威胁 但我也不可以站在这里无动于衷 我一个与将军飞踢 踢碎了走廊旁边的消防柜 从中拿出来一把消防服 然后迎向了其中一边的活死人 与活死人的战斗容错率诚然很低 一旦失误就万劫不复 但对我而言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以前与那些灵能者战斗的时候 也同样是容错率很低的战斗 灵能者那边被击中的话有灵能护盾 再不计也可以因灵能疗伤 但我这边被击中的话就是立刻完蛋 现在亦是如此 最多是必须当心建设出来的污血 进入眼睛和嘴巴里 而活死人的攻防性能则都远不如灵能者 反倒是轻松了很多 没过多久 我就把阻拦自己的活死人们统统击杀 然后进入前行的姿态 一边前进一边探索宾馆 我必须设法找到脱离梦境的手段 最简单的方法无非是在梦境中杀死做梦的人 而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该杀的八成就是梦境的物 虽然梦境魔物早已化为噩梦本身 但在梦境中 也应该有着他心灵的映射所形成的象征物才对 或许是某个人 或许是某个亡灵 或许是某个物品 总而言之在找到以后破坏掉就是了 但是会有这么容易吗 或许他在梦境中的映射象征 也是个强的一塌糊涂的家伙 那样我就束手无策了 其他脱离梦境的方法倒不是没有 但手续却复杂得多 说来也真是笑不出来 我明明只是在一座热门景点小镇 找医生问要吃而已 此时却在这种遍布亡灵的鬼地方 做起了末日求生一样的行动 这已经超出了不走运的地步 只能说是糟解了 本来的盘算都被打乱 现在则是被突发事件推着走 失去了主动权 我发现了一本古老的祭祀邪书 可以通过向异宇宙神明陷阱 获得等价的愿望 指引我来到一处明星旅游圣地 寻找都灵医生 无意间被这里的梦境魔物 拖拽到他的末日梦境里 被迫在这种遍布亡灵的鬼地方 做起了末日求生一样的行动 这已经超出了不走运的地步 只能说是自己倒霉了 本来的盘算都被打乱 现在则是被突发事件推着走 失去了主动权 但眼下最重要的 必须先设法夺回主动权 我沿着陌生街道的阴影处悄然走动 大多数时候都能够避开活死人的胆致 少数时候却会被注意到 我也不明白到底是哪里露出马脚的 关于亡灵 实在有太多未知的地方 每逢这种时候 我就只好先击倒跟着最紧的家伙 再重整态势 再次进入前行状态 如此循环往复 我在路边的商店中拿取了个双肩包 又在路边的药店和杂货店里找寻生存物资 遗憾的是 药店早已不知被谁洗劫一空 难道说这个梦境是地狱浩劫时代 刚刚发生的时间段了 但是天上的月亮却只有一个 根据历史书记录 末日神奇应该是在地狱浩劫时代中期 才将另外一个月球拖入抽象宇宙的台湾 难道说历史书某些地方记载有误 而我则能够在这个虚假的梦境之中 调查出来真正的历史 别想太多了 现在还是以逃脱为重吧 我这么告诫自己 忽然 我又被路边的几个活死人注意到 按理说我既没有发出声音 也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但他们却在散漫游荡的过程中 偶然停止下来 并且整气怀疑地看向我 然后同时向我奔袭而至 正当我准备有所动作的时候 一道人影突然从路边的屋顶上一跃而下 拦截在我与活死人们的中间 这是个从头到脚 用肮脏的白色绷带缠的密不透风的怪人 同时头也不回地跟我说话 声音相当嘶哑 先别出来 危险 显然 这是个灵能者 按照我的眼光 是个水平接近一级的灵能者 不过三四秒钟 他就把来犯的活死人们统统击倒在地 然后朝我挥了挥手 快跟我来 这么大动静 一定会吸引来更多那些东西 就这样我跟着他一起逃跑 来到四下无人的地方以后 这个绷带怪人终于停止下来 长长的松了口气 然后看向我 声音嘶哑的说 不好意思 刚才事态紧急 现在安全了 你有哪里受伤吗 没有 我一边回答 一边观察他 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 似乎与古怪的打扮截然不同 是个友善的人 但是且不论此事局面有意 我也不至于那么容易相信其他 他点头 那就好 我再帮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吧 然后你在那里等着 我有急事 必须先专心那边才行 急事 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 他对我说 是的 他先忙问我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拿着手杖 右眼带着眼罩 行动不变的少年 手杖加眼罩 行动不变 少年 这不就是我吗 是的 我见过这个人 每天都在镜子里见到 这种话我自然不会跟他说 我只是更加用心地 审视起了这个绷带怪人 首先能够确认的是 他绝非梦境居民 而是从真实世界进入梦境的人 最起码这点我是能够辨认出来的 但无论是外表也好 声音也罢 他都让我无比陌生 他绷带下隐约露出来的皮肤 呈现出严重烧伤的疤痕 而我却从未结识过这种浑身烧伤的奶 更加没有被这种人在梦境中寻找的道理 况且他找的还是身为残疾人的我 而非身为无面人的我 以防万一 我姑且确认了一遍 你找的人名字叫什么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徐福 我试探问道 你为何找他 他嘶哑的声音中透露出来强烈的急切情绪 我与他的父亲有过约定 我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必须将他毫发无损地带回他的家里 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绝对不可以辜负他与他父亲的信任 否则我 一定无法原谅自己 听到这里 我已经判断出来 他很可能就是胡麻 但他根本不像是胡麻 且不论打扮 他的身体细节和声音都对不上 尽管确实有一头亚麻色的发色 从绷带中探出来 可这说明不了什么 行走和战力的姿态也不对劲 是胡麻的话 应当更加训练有素 而他却像个外星人 刚才放倒那些活死人时的动作 乱七八糟 不 这也并非毫无可能 连我都变成了前世24岁的姿态 最初也短暂忘记了所有武术技巧 那样持续下去 肯定也谈不上训练有素的战力与行走 换而言之 眼前的人确实有可能是胡麻 至于他为什么失去了战斗经验 却没有失去灵能 也很好解释 因为灵能本来就是接近抽象宇宙的力量 在梦境这一接近抽象宇宙的环境中 能够得以保留也不足为奇 这时周围传来了一阵骚动 又有一些活死人正在向我们接近过来 制作不易 看完点赞 长按视频 赞赏里的小红花可以投一下 谢谢大家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